大雪纷飞的清晨 一个裸男乘坐购物车 咕咚一身栽倒在雪地里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由于全身上下 也没有地方塞证捷 所以暂不能得知他的身份 不过死者对食伤过分着迷 大雪天居然掺成这副样子 就在此时 一群拉拉队 拉着购物车跑得欢呼雀跃 紧接着又跑来一群兔女郎 然后是夏威夷冲浪者 还有实习一生格雷 原来附近正在举办购物车赛跑 这么说来 这个裸男也是参赛者 年轻人体格就是好啊 哪像亚当 大冷天斗的跟孙子似的 死者头部遭受重击 脑袋都裂成西瓜了 他的身上有条装淤青 正好与购物车吻合 沿着购物车和雪姬往前走 警方在雪地里 发现了一枚高跟鞋的鞋跟 这啥牌子的高跟鞋啊 质量这么差 老法医检查了尸体 在他的伤口中 发现了鲜红色的指甲油 难道他是被一个女人打的 这女人得有多大的力气 才能把人脑袋劈成西瓜 死者生前喝了不少酒 不过这对他而言是好事情 因为他生前 被人用镖枪枪进去的袭击 这要不喝酒的话 还不疼死啊 与此同时 丹妮也来到了 购物车大赛的现场 这里宛若万圣节的狂欢 每个人都打扮得挺个性的 一位披着毛铃的字母女王介绍 这比赛没有啥规则 只要在归定的时间内 到达终点就行 主打的就是个无脑又刺激 这其中也有专门搞破坏的参赛者 他们不是为了冠军 单纯以捣毁别人的 购物车为目的 虽然会造成很多人 断胳膊断腿 不过规则就是如此 最后一位女士认出了死者 原来她叫做珍妮玛佐斯 佐斯是她的队友 与人回忆 几个小时前 他们因为其他队伍的恶作剧 摔了个狗吃时 也因此被淘汰出去 大家都离开了 唯有死者气不过 非要留在现场破坏别人的队伍 然后她就死了 案发现场有很多交错的足迹 暗示着死者 可能在那里与人搏斗过 其中一组脚印很奇怪 这组脚印只有右脚 没有左脚 难道凶手只有一条腿 这时候 匆匆赶到的老法医 说她已经确认了凶器 死者窗口中的皮下组织遇伤 呈现出了脚趾的印记 这就解释了死者 伤口中的红色指甲油 凶器是一针女人的右脚 所以他们要找的是一个独腿的 还不穿鞋的武林女高手 联系现场找到的鞋跟 凶手不但独腿赤脚 还穿着高跟鞋 丹妮想起现场询问过的两个女人 一个打扮的酷似SM女王 倒是与这只鞋跟的气质十分符合 另外一个是死者的队友 她驾驶购物车时 需要用一只脚来蹬地 于是丹妮为他们俩都提取了足印 其中字母女王承认 那只鞋跟就是她的 原来女王的团队 不小心踩中了死者布置的陷阱 她断了鞋跟 还因此输掉了比赛 女王说 别看她穿得像个S 人家可是很温柔的 不至于为了个比赛就去杀人 可恶 丹妮居然是个证人君子 由于两个女人的脚印 与死者都不匹配 丹妮只能研究起了那辆购物车 这辆购物车破旧到令人难以置信 上面有番茄酱 铁锈 塑料和动物毛发 轮子也与购物车不匹配 像是自己装上去的 正常的超市不会用这么破旧的购物车 丹妮想起参赛者说过的那句话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抢夺购物车 难道这辆购物车是死者从别人的手里抢过来的 丹妮又想起 他先前在比赛现场 看到有个流浪汉鬼鬼祟祟 难道死者是因为跟流浪汉抢夺购物车 所以才会惨遭杀身之祸 所以他们的凶手又变成了 独腿赤脚 有着鲜鲜玉族的女流浪汉 这个神奇的女人用右脚踹死了左思 丹妮在车上发现了一个毛发 经过分析 这是一根白色的狗毛 还是一只白色的混血小猎犬 购物车上写着一个老旧商场的名字 这家商场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破产了 但是商场的旧纸周围 盘聚着很多流浪汉 大冷天的 这些流浪汉甚至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丹妮和小黑在这里发现了白色的小猎犬 购物车上的狗毛真是来自于他 小猎犬舍着破旧的棚子 乖巧地等待着主人回来 小黑在棚子里找到了凶器 一个模特甲腿 鲜鲜玉族上擦着鲜红的指甲油 脚趾间还残留着喷溅血迹 不管是形状还是大小 都与死者的伤口相符 就在此时 狗狗的主人回来了 狗狗兴奋地追着主人 流浪汉起初不愿承认 可现场的证据容不得他狡辩 原来死者偷走了流浪汉的购物车 争执中 流浪汉先是用标签枪击伤了死者 本来流浪汉想要一走了之 可他的购物车 已经被折腾得快散架了 死者非但不认错 还嘲笑他的贫穷 流浪汉再也忍无可忍 操起车上的假腿 猛击死者的脑袋 对于一个意识无忧的罪汉来说 这辆购物车不算什么 可这是流浪汉全部的家当 他毁了流浪汉最值钱的东西 还毫无回忆 让流浪汉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 更加的雪上加霜 于是流浪汉被捕了 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他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 都将有个遮风挡雨 衣食无忧的地方 只是再也没有人照顾他的狗了 暗箭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斯特登场 几个熊孩子在雪地里打球 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窗户给砸了 男孩忐忑地朝礼望去 近乔见了一具尸体 乔把人孩子吓得 还以为自己砸死人了呢 纽约警方赶到现场 案发公寓没有人居住 已经控制了将近一年 现场的所有家具都盖着白布 唯有椅子和沙发上没有盖 死者没有身份证明 不过看他的装扮 不像是要蹭别人房子的流浪汉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斯特拉发现了一块用过的胶布 上面有指纹和毛发 一旁的椅子上绑着粗粗的麻绳 门锁有强行破坏的痕迹 地上有残留的血迹反应 看来有人试图将血迹擦干净 话说这么大的尸体躺在这里 你光擦个血迹有个屁用 难道血泊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 老法医解剖了尸体 在死者胃里发现了新鲜的草莓 这个时节 纽约的草莓还没有上市 只有一些高档的饭店才能买到 为一样成分解释 这些草莓是他生前刚刚吃的 死者的指甲经过专业的修剪 皮肤也经过细心护理 再加上他价值3000美金的外套 怎么看 他都是一个有钱人 连现发现场的椅子 胶带 还有粗麻绳 难道这是一起绑架案 凶手先是敲诈勒索 然后撕票 可他的手腕 脚踝和嘴巴周围 都没有捆绑和胶带粘合的痕迹 显然他不是被绑架的那一个 又或者 死者才是个一关楚楚的绑匪 而被绑的肉票下落不明 胶带上有一些黑色的头发 还有口红印记 游子推测 房间里的肉票可能是个女人 案发现场一共有两组男性血迹 一组属于死者 另外一组没有找到匹配记录 也就说 当时可能还有第二个男人 难道绑匪有两个 光玉的门是被强行踢开后 又重新修复好 亚当分析了门上的油灰 和修门的木材胶 推测破门时间在一个月前 而现场的第二组男性血迹 有明显的降解 降解时间 与踢门的时间差不多 也就说 那是一组成就性的血迹 与这起杀人案毫无关联 经比对 这组血迹来自前科发汉克 为什么他的血迹 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汉克解释道 那是因为他是物业的修理工 一个月前 他恰好给案发现场歇过门 还不小心搁伤了手 仅此而已 汉克又说 昨晚他一整夜都在赌场 压根没有时间作案 即便汉克的解释合情合理 弗拉克还是把他给抓了 弗拉克今天是吃火药了嘛 不过赌场的录像 证实了汉克的口供 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四肢的威力除了草莓 还有香槟酒 这个怪异的绑匪 还挺有贤情雅致的 或许正是趁他喝醉了 被绑的女子才能挣脱了捆绑 回头杀了他 事到如今 找到被绑的神秘女子 才是重重之重 奇怪的是 女人逃脱后居然没有报警 警方根据公寓外的车牌号 调查到死者叫做亚里克斯 是一名富有的房地产代理商 秘书回忆 案发的公寓正在委托死者售卖 也就说 死者有那间公寓的钥匙 换说一个房产代理商 怎么可能沦落到绑架女人 房地产市场都笑掉成这样子了吗 斯大拉在死者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神秘女人的头发 以及加拿大黄松木屑 木屑中还混有微量的马粪 以及受用的镇钉剂和止痛药 难道女人是在马场被绑架的 而立案发现场最近的马 就在中央公园 马夫回忆 这里只有一匹叫做霍利的马 同时使用这两种药物 这匹马的主人叫做莉姿 是个很有钱的白富美 马儿的缰绳 与现场的绳子很相似 马厩里的木屑 也与死者后备箱里的一模一样 难道这个莉姿 就是被死者绑架的神秘女人 可如今莉姿又身在何处 于是警方找到了莉姿的前夫 诶 这部妈咪片里 萨曼上的男友 小狼的情敌马 前夫哥也是个有钱人 虽然离婚了 可前夫哥对莉姿的感情 丝毫没有减少 他甚至愿意把所有财产 送给这个女人 胶部长的唇彩中 同样提取到了草莓和香槟 这么说来 死者也没有亏待他呀 还给他吃草莓和香槟呢 或许死者绑票不是为了钱 莉姿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话说这个莉姿究竟有什么魔力 会让两个男人都对他如此着迷 为什么他逃走之后没有报警呢 就在此时 麦叔接到消息 盛十字医院 刚刚收治了一位女病人 与莉姿的描述十分相似 于是警方终于在医院见到了莉姿 莉姿的手腕有捆绑过的痕迹 莉姿回忆 她当时正在马场 不想死者从身后绑架了自己 她将莉姿塞进了后备箱 抓到了案发的公寓 她也曾很努力地反抗过 可都无济于事 接下来 斯戴拉为莉姿做了妇科检查 提取了她体内的生物痕迹 莉姿告诉麦叔 死者的手里拿着刀 她很害怕 只能任由死者将自己绑起来 强迫她吃草莓和香槟 吃饱喝足之后 死者就把她拉到了沙发上 强行侵犯了她 完事后 莉姿趁着死者穿裤子 抓起地上的刀 就把她给捅了 莉姿痛苦流涕地说道 自己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奔跑 还趁着把胸蹄扔进了垃圾桶 她实在不愿再提起那段伤心事 所以也就没有报警 麦叔用四个字 总结了女人刚才的口供 不管是车里 还是胶带上的痕迹 都符合莉姿的口供 她却是被塞进的后备箱 却是被捆绑过 可为什么她的身上 没有任何反抗过的痕迹 如果当时莉姿的双手 真的被绑着 又怎么可能顺利捡起刀 同死亚里克斯 警方在莉姿的体内 提起到了两组男性的DNA 一组属于死者 另外一组来自未知男性 其中第二组DNA的峰值 要比第一组高上许多 这意味着莉姿和死者 发生关系之后 又和另外一个男人滚过床单 好一个闲情雅致啊 莉姿说她逃跑之后 把凶器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于是警方循着她的口供 还正在垃圾桶里翻到了凶器 刀上的血迹被擦得干干净净 但在事迹的作用下 仍然呈现血迹反应 话说莉姿为什么要把刀擦干净呢 斯戴拉在窗外发现了一组鞋印 案发时 有个男人镇守在窗口 观看莉姿和死者滚沙发 吃个偷窥狂 还在现场留下了一枚烟蒂 警方从死者的秘书那了解到 原来莉姿是死者秘密交往的女友 莉姿在撒谎 人压根就没有侵犯过她 完全是你情我怨的行为 事与至此 莉姿只能承认 她确实跟死者秘密交往有一年了 莉姿有点变态 她喜欢玩被绑架的游戏 比如上个月 莉姿和死者雇佣了在物业上班的汉克 让她假装是个绑匪 再又死者假装英雄救美 打伤了汉克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月前 现场会留下汉克的血迹 莉姿说她很喜欢被人绑起来 让自己看起来脆弱不堪 就像一只带宰的小羔羊 所以这场绑架 同样是她和死者策划的游戏 可既然只是游戏 又怎么会玩出人命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莉姿的另外一个男人 钱福格 斯戴拉在现场的脚印中 提取她的一片特殊的六角形雪花 只需要一点浇水 就能让雪花保持完好无损 六角形的雪花 只能在特定的温度下形成 气象局的记录显示 雪花的形成时间 正是亚历克斯被捅死的时间 凶器上有钱福格的异物纤维 那枚烟蒂上 也检测到了钱福格的DNA 她再也无法狡辩 原来钱福格爱死了莉姿 可她却甩了钱福 跟亚历克斯好伤了 那天钱福格跟踪两个人来到公寓 她亲眼看到两个人玩游戏 在沙发上耳边撕磨 钱福格再也忍无可忍 于是闯进了现场 一刀捅死了亚历克斯 莉姿最喜欢这种英雄救美的感觉 她瞬间觉得钱福好man 好爱自己哦 于是她替钱福格处理干净的现场 帮忙隐瞒了他杀人的事实 事到如今 钱福格依旧不后悔 因为至少这一刻 莉姿又重新爱上了自己 这都拿找来的莫名其妙的神经病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舔狗不得耗死 两个活宝就是 嫦娥射月亮 见到家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中出场的修理工汉克 由1981年出生的格里夫·弗斯特事业 他科传过很多致命史剧 像是《奔特年代》和《惊天魔道团》 演戏只是他的爱好 他的真实身份是 Kamaja电影公司的总裁 2009年上映的《姐姐的守护者》 就是他旗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强壮的女人 正在舞台上静歌腊舞 画面一转 女人居然死在了男厕所 这让到场的警方很纳闷 他没有携带身份证明 也没有客房钥匙 小黑搬起尸体 哇塞 他好重啊 再一看 他的脚好大 还有他的胸也好假 弗拉克好奇地撩起群伴 没错 眼前这个性感的辣妹 是个如假包含的男人 大姐是在马桶里被活活腻死的 警方在他的大耳环上 提取到了指纹 这枚指纹不属于死者 那就极有可能来自凶手 小黑提取了一些马桶里的水 拿回去化验 清洁工是9点下班的 而尸体是11点被发现的 也就说 他的死亡时间在9点到11点之间 而那个时间段 有300多个人进出过酒店 所有人都有作案嫌疑 法医为大姐做了尸体 确认她是被溺死的 大姐若是撑到现在 就没有人敢动她了 谁敢政治不正确 祖坟都罢了她的 卸下厚重的妆容 法医在她的颈部发现了烫伤 这些烫伤 大概是在她生前两个小时内造成的 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很高 不排除她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自己溺死了自己 并且她血液中的荷尔蒙激素水平也很高 意味着她长期服用磁激素 颈部的另一面 有块手指造成的瘀青 可能是凶手掐住她时造成的 此外 她的头发里和指甲里 都发现了一些碎屑 意味着她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 难道这是一桩仇杀吗 警方在马桶上提取到了一枚新鲜的指纹 但是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匹配记录 弗拉克带来消息 昨晚酒店会场 找了一个人妖表演团助兴 死者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 于是警方找到了这个表演团 同时卷发结认出 死者叫做奎妮 是他们舞团的新星 昨晚演出结束之后 奎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斯戴拉注意到一旁的卷发棒 与死者搏梗除的烫伤很相似 同时说 这是宾妮的东西 宾妮是个泼妇 没有人敢惹她 于是警方又找到了火爆的宾妮 宾妮承认 自己确实用卷发棒烫伤了死者 因为她不懂规矩 居然招呼不打 就敢用她的东西 于是宾妮就教训了死者一下 让她知道 谁才是这里的Super Queen 谈话节 戴姐注意到宾妮的手表里有雾气 难道是她溺死了奎妮 宾妮却解释 她只是洗澡时忘记这手表了 实验室对比了手表里的雾气 与马桶里的水样并不相符 并且大耳环和马桶上的指纹 也都不是她的 这意味着宾妮是无辜的 不过经过检测 林塞确定死者头发里的物质 是一些蟹壳 昨晚在酒会上 恰好就供应了帝王蟹 这么说来 凶手可能是酒会上的一员 可当时参加酒会的宾客 少数也有200多个 这该怎么找 经过走访 案发前 有人看见死者 跟一个叫做小白的宾客在一起 并且死者昨晚的吃喝玩乐 全部记在了小白的账上 听说奎妮的真身居然是个猛男 小白遭到了一万点暴击 血槽都空了 他明明贫义惊人 怎么可能是个猛男呢 原来是死者主动搭讪的小白 小白昨晚被他迷得七婚八素 还带着他去参加了酒会 哪知刚到酒会 死者就怒气冲冲 去了议员的桌子 上去就给了议员一个大逼斗 围观的小伙伴都被惊呆了 当时奎妮一直正卖议员 是个色批 伪君子 骗子之类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 议员欺骗了死者的感情呢 话说死者跟议员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招来死者这么大个逼斗 实验室比对了死者指甲里的皮屑 竟然与六年前 一起发生在康州的强奸吻合 原来六年前 十年二十八岁的议员 还只是个竞选经理 他被控强奸了一名女大学生 本来有了受害者的证词 只要再提取议员的DNA做比对 就能成功向他定罪 可没想到第二天 受害人就翻供了 说自己认错了人 很显然 受害人是迫于压力 不得不翻供 后来禽兽成功当上了议员 受害人却染上了毒瘾 郁郁而终 那个人 就是死者的亲姐姐 这么说来 一个大逼都便宜这个禽兽了 难道是议员怕当年的丑事败露 所以杀人灭口 属今议员事业有成 当然不会承认当年的罪行 他也不想跟死者这种变性人 扯上任何的关系 可他却不愿意提供指纹和DNA样本 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过政治家嘛 哥哥跟奥斯卡的影帝似的 议员拿着玩具 假装跟民众的孩子套近乎 于是议员一走 弗拉克就厚着脸皮 问家长要来了玩具 你看 这指纹和DNA不就来了吗 经过比对 议员的DNA 与当年强奸案的DNA相符 也与死者指甲里的皮屑吻合 可死者昨天扇了他一笔抖 指甲里有他的皮屑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并且议员的指纹 与死者的耳环 以及马桶上的都不匹配 也就说 议员当年确实强奸了奎妮的姐姐 但是他没有杀害奎妮 不过议员这次死定了 麦树敬联系了康州警方 很快就会进入批捕程序 小黑用动画模拟来案发的过程 接下来请欣赏 我的大学室友 学了三年动画系列 凶手既然触碰到了死者的耳环 那么双手也必然沾到了马桶水 只是警方到场的时候 这些水子都已经干涸了 但是马桶水里面有漂白剂 发官不但能检测出血迹 对于漂白剂也一样会有荧光反应 于是警方再次回到现场 一路滋滋滋 地上的水子穿过了走廊 沿着地毯 一路到达了二楼的227室 这间房的住客正是小白 也就是先前带着死者 去酒会的250 正常人不会在马桶里洗手 更别说站到马桶里的漂白剂了 他的指纹于马桶上 以及死者耳环上的指纹严丝合缝 小白感觉遭到了羞辱 他大叫道 老子不是同性恋 原来当时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 他们情不自禁 在走廊上倾倒天昏地暗 好友们都在一旁围观 哄堂大笑 适合好友们告诉他 人家掏出来比你都大 小白恶心坏了 当即跑卫生间拼命地漱口 好巧不巧 又遇见了死者 死者用着难测 没洗手就摸小白的脸 还让小白不要痴心妄想 老娘是不会跟你滚床单的 小白恶心坏了 谁他们要说要跟你滚了 他一怒之下 就将奎妮按进了马桶 小白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甚至还觉得自己是为民除害了 对于一个直男来说 这确实很难接受 可人长得比你都高 比你都壮 你就一点没有怀疑过嘛 奎妮的扮演者 是当年最受追捧的变装皇后 凯迪斯凯恩 她出生于夏威夷的毛衣岛 没错 就前段时间 被烧得金光的毛衣岛 案件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斯特登场 一对情侣在大街上闹分手 男人一气之下 将女人的狗从楼上扔了下去 狗狗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是路边的撒盐车 撒了一地的血盐 画面无比惊悚 麦舒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这辆卡车来自布鲁克林 撒盐是为了让路边的鸡血尽快融化 谁都没有注意到 装车的时候 盐堆里却埋了一具尸体 于是警方清干净了车厢里的盐 在其中发现了一具男尸 男尸的手已经被机器压断了 其他部位保存的还算完整 他的脸上有暴力击打的伤口 伤口中有一些黑色的反光物质 通过口袋里的名片得知 死者叫做鲍勃 是一家运动用品公司的总裁 他有两位合伙人 分别是斯特凡和杰克逊 斯特凡说道 死者热爱滑板 所以办公室里收藏了很多滑板 昨晚他们三个人一起出门做市场营销 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鲍勃 杰克逊回忆 除了他们俩 很少有人能够进出死者的办公室 昨晚他们俩一个在健身房锻炼 一个在传委学院参加市场营销课的培训 都没有作案时间 戴妮来到了粗盐厂 将这些工业盐细细过筛 在其中发现了一颗写着字的高尔夫球 这颗球来自女球手戴娜 戴娜否认认识死者 可她又无法解释 为什么自己的球会出现在埋着尸体的盐堆里 排出案发时 自己正在参加一个禅修课程 同样没有作案时间 实验室化验了死者伤口中的物质 是碳化硅颗粒 通常用于砂纸 以及滑板上的防滑胶带 难道凶器是一个滑板 于是麦舒回到了死者的办公室 带走了他所有滑板 两个合伙人不乐意了 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如今鲍伯死了 所有东西都是他们俩的财产了 丹妮在死者的座位上 检测到了血迹反应 看来这间办公室 就是鲍伯被杀的第一现场 典型的杀人抛尸案 可这里是闹市区 凶手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 运走尸体的 麦舒注意到了一旁的高尔夫球箱 火人在其中发现了血迹反应 得知这个箱子 就是杀手的运势工具 两个合伙人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丹妮在一堆滑板中 锁定了杀人凶器 上面的颗粒 与死者伤口中的物质吻合 并且滑板边缘还有血迹 如今 他们一共有三个嫌疑人 分别是合伙人之一的杰克逊 案发时 他声称正在一家名为传委的学校 参加市场营销课的培训 二号合伙人斯特凡 案发时 他声称正在健身房里锻炼 三号嫌疑人丹娜 他的球出现在了尸体旁 可他声称案发时 自己正在禅修班练瑜伽 于是丹妮分别核对了 他们三个的不在场证明 发现杰克逊口中的传委学校 只是一家美容院 丹娜口中的所谓禅修班的地址 居然是一间酒吧 唯有另一个合伙人斯特凡口中的 健身房是真实存在的 他却是在昨天下午7点 去健身房打球 随后又去浴池泡了个澡 麦叔发现 不管是杰克逊提供的学校收据 还是丹娜提供的禅修班的收据 内容排版都一模一样 只有标题和纸张的颜色不同 原来这两张收据都是假的 出自同一家造假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就是提供假的发票 假的收据 请假条之类的 帮助客户伪造不在场证明 甚至还能假装接线员 帮客户糊弄执法人员 一句话概括就是 做伪证 扰乱司法公正可是重罪 负责任不得已 只能承认 杰克逊和戴娜的不在场证明 都是假的 运送尸体的高尔夫球箱 是杰克逊的 如今他的不在场证明 又是伪造的 这国现在死定了 即便如此 杰克逊依然一口咬地 暴暴的死与他无关 原来杰克逊有了外遇 他的外遇 正是另外一个疑凶戴娜 两个人半年前 在高尔夫球场认识 案发时 他们俩正在宾馆偷情 因为害怕妻子知道 杰克逊边自作聪明 招造假公司 弄了两份假的收据 伪造了他们俩的不在场证明 于是丹尼来到了 杰克逊口中的宾馆 宾馆前台 提供了他们俩 昨晚的入住记录 这次可不是假的了 现在三个嫌疑人 一下子排除了俩 那么真凶 就只剩下斯特凡了 丹尼在凶器滑板上 化验到了硫酸酶 常被用于农业和原液 还有药育 因为用硫酸酶泡造 可以消肿 减轻肌肉酸痛 而斯特凡曾说过 案发当晚 他正在健身房锻炼 事后还在健身房里泡了个澡 根据记录 斯特凡9点就离开了健身房 而鲍勃的死亡时间 在10点到11点之间 也就说 斯特凡有充足的时间 回到公司杀人抛尸 原来斯特凡跟着死者 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 为这家公司付出了所有 可那天他却在杰克逊的桌上 看到了市场营销培训课的收据 斯特凡觉得 一定是死者安排他参加的培训 由于栽培杰克逊 取代自己的位置 斯特凡拿着收据 质问死者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死者一脸懵逼啊 什么培训啊 我没安排啊 可以啊 敢做还不敢承认是吧 斯特凡一怒之下 操袭滑板 就把鲍勃打死了 之后他把滑板放回原处 用杰克逊的高尔夫球箱 转移了实体 实际上那些收据 是杰克逊伪造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偷情 还能跟财务报销培训费用 小赚一笔 抱伯斯的冤啊 两个合伙人 一个用公费偷情 另外一个还把他给杀了 上哪说理去啊 说完父亲 我们再来说说主线 林塞十几年前 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凶杀案 当年他的四个好朋友 全被杀害了 唯有林塞成了幸存者 刚刚林塞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 当年的凶手已经被抓到了 于是林塞向麦叔 请了个小长假 他要回家坐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该做个了结了 丹尼望着林塞的背影 心中说不出的惆怅 临走前 林塞给丹尼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满身暧昧的语句 原来丹尼一直都在他的心里 从未改变过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林塞的扮演者安娜·贝尔科奈普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到了零产期 所以需要请个产假 他将退出接下来三集的拍摄 等他调整好状态正式回归 咱们就能看到他和丹尼 有亲人终成眷属的一幕 想想就激动 女人朝着试衣间外面瞥了一眼 随后掏出工具 剪掉衣服上的吊牌 容掉防盗瓷扣 这一身价值上万的衣服 就是他的了 他是令整条街 都闻风丧胆的时尚大盗 珠宝首饰 服装配饰 走到哪顺到哪 直到店里的安保 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安保不动声色跟了上去 几分钟后 从更衣室里传来一声枪响 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这个静止的安保 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现场没有一个目击者 更衣室里也没有监控 安保死于近距离枪击 身旁有个牙医用的小镜子 这个小镜子 可以清楚窥视到墙角 进出的人影 地上还有一个被容掉的防盗瓷扣 再加上这里是女更衣室 警方推测 凶手是一位女爬手 丹尼调出了店里的监控 只见一道白茫茫的人影 匆匆走过 随后死者便跟着 这个不明人影 进了更衣室 枪响后 那道白影 又随着受军的人群 仓皇逃离 这道白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可警方该怎么抓住他 亚当现身说法 原来那道白影 穿着反光的衣服 反光物质干扰了监控的信号 让他看上去 就像是幽灵一般 死者体内的子弹 是点三把口径 但到数据库中 没有匹配记录 案发当天 有数家奢侈品店 遭遇了盗窃 爬手的作案手法 一模一样 都是剪掉吊牌 融掉卡扣 普通的爬手 一天偷两家 仪式极限 这个女人就不一样了 她能偷到整条街破产 但你扫描了每一件 被她破坏的瓷扣 根据烙印的宽度 位置以及燃料 推测女爬手用的是 便携式牙壳喷墙 联系死者身边 发现的小牙镜 难道爬手是个牙医吗 她被安保盯上了 为了脱身 就只能杀了安保 这些都是爬手 昨天偷的商品 每一件 都价值四位数以上 最贵的皮包 价值两万五千美金 这么贵的东西 不会随便摆在展示架上 必须要导购小姐 拿给你看 这也意味着 导购可能见过爬手的样子 导购小姐是刚刚才知道 包被偷了 当时要求看这只包的客户 有好几个 其中有个金发 戴着大墨镜的女人 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就说要考虑一下 等导购小姐转身的时候 就听见了枪响 然后包包就不见了 就在此时 戴姐收到消息 另一家奢侈品店 刚刚发生了盗窃案 这一次 她不止偷女装 还偷了很多男装 看来她还是一个私家扒手 就是在网上收卖信息 客人想要什么 她就去偷什么 亚当调出了店里的所有监控 女人很聪明 她全程都戴着大帽子 尽量站在监控的盲区 一位客人恰好伸出手 女人似乎被吓了一大跳 这双退缩不是被吓到了 倒像是长期遭受虐待 形成的创伤行业机障碍 女人离开前 还在柜台室戴了一枚戒指 柜台上的镜子 清楚倒映出了女人的脸 她漫不经心地将戒指 塞嘴里咬了一下 这也意味着 那枚戒指上 可能留下了她的DNA 可就在斯戴拉找柜台 拿到戒指时 才发现这枚戒指是个赝品 原来女人不是漫不经心地咬戒指 而是提前将假戒指 含在了嘴里 趁着柜姐不注意 用一枚粗汁滥造的冒牌货 调换了昂贵的正品 戒指上的DNA 没有匹配记录 不过其中化验出了 非常高的降血压药物 可爬舌看上去很年轻啊 不像是高血压的人啊 她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药 斯戴拉调查道 爬舌的用药成分 与某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符合 那个项目的用意 是通过药物 让实验者忘掉某些事情 该项目一共有100位志愿者 其中有9个住在纽约 而这9人中 有个叫做伊娃的志愿者 符合怡胸的所有策鞋 事不宜迟 警方当即赶到了伊娃的公寓 伊娃并不在家 警方在她的梳妆台上 发现了那只价值两万五的包包 她的衣帽间里 摆满了偷来的奢侈品 警方根据她私人电脑上的购物清单 在一家奢侈品店门口拦住了伊娃 今天她的装扮是个孕妇 大部分的临产孕妇 脚踝都会水肿 哪有像她这么纤细的 丹妮拍了拍她的肚子 伊娃在警局 生了价值五万美金的财物 她的工作效率 令整条街的爬手都顶顶膜拜 可伊娃坚称 安保不是自己杀的 她当时在试衣间里处理脏物 老远就通过牙镜看到了安保 于是伊娃第一时间离开了现场 就在此时 她听见耳边传来了枪声 然后就听说安保死了 实验室检查了她当天偷来的 上面没有发现开枪后的火药残留 或许她真的不是凶手 不过在那个价值不菲的包里 发现了一部 能够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设备 可伊娃平时都是零元购 自然用不着信用卡 并且机器上的指纹也不是伊娃的 有此推测 有个信用卡大盗 将这台机器放进的包包里 恰好被伊娃顺手牵牙拿走了 这东西的信号穿透力非常强 原来是导购小姐 把包包放在了柜台上 这样就能窃取到 每一位客户的信用卡 直到伊娃偷走了包包 将包包带去了十一间 机器最后扫描到的两张信用卡 是死去的安保 以及商店里的维修工 话说两个大男人 去女性室一间里干嘛呢 经过匹配 机器读卡器上的指纹 正是维修工克里斯的 于是警方将导购小姐 以及维修工都抓来了警局 警方在维修工的家里 发现了点三八口径的手枪 与杀死安保的枪吻合 是维修工杀了安保 事到如今 导购小姐只能坦白从宽 争取减刑 原来安保早就知道 导购与维修工狼狈为奸 窃取客户的信用卡 于是威胁两个人 每周支付他一千块钱 否则就去报警 可他们俩不想给钱 于是便假意让安保 去市一间里交易 随后维修工冲出来 开枪杀了安保 原来安保去市一间 并不是为了追进去爬手 而是拿钱去了 一家店里 居然出了三个内贼 真是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案件了解 围绕着一娃的谋杀罪名 被撤销了 但是警方依然会 起诉她的盗窃罪名 斯大拉调查了一娃的背景 她原先是一个 收入颇丰的牙医 可她却不幸嫁给了 一个喜欢家暴的人渣 只在一天晚上 一娃紧紧穿着内衣 逃离了家暴的丈夫 为了生存 一娃开始偷窃 可后来渐渐地 她爱上了这种生活 可以一次次地伪装自己 躲避家暴的丈夫 还能赚到钱 何乐而不为 可心理上的创伤 依旧每天折磨的 一娃夜不能寐 于是她参加了药物实验 希望能够借助药物 来忘却痛苦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 也必有可悲之苦 一娃的扮演者 是加拿大女歌手 尼利·费塔朵 曾获得过两项 格兰美奖 和十项朱诺奖 经常刷短视频的你 一定听过她2006年 发布的单曲 《Fit It Right》 这首单曲曾是公告牌 百强单曲榜冠军 费塔朵在2019年 逐渐淡出一乐泉 直到今年1月 才宣布重返舞台 按见了解 下面又请我们的 第二位死者登场 这里是位于 皇后区园林的植物迷宫 死者就静静地 躺在迷宫的一角 他的口袋里有两张 齐尔西大学的准考证 分别叫做艾迪和托马斯 一张尸体怎么会有 两张证件 发现尸体的是 园林的安保 迷宫早在6个小时前 就已经关闭了 死者双母圆针 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死因时脖子上的穿刺伤 造成了颈动脉大量失血 他的背部同样 有一处很深的穿刺伤 周围的植物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他曾挣扎着想要逃出去 这就解释了 小伙血热模糊的双手 离尸体不远处有座雕像 物测雕像手中的剑 就是刺入他背部的胸器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取证工作 麦树从树林上 发现了一块布料 在泥土里找到一支钢笔 沿着血迹 他们找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地上画了个圆圈 这里曾发生过搏斗 周围布满了大量新鲜的足印 话说死者为什么大半夜 跑迷宫来揍呢 难道是被人骗过来的吗 法医从颈部的伤口中 取出了一把苦爱酒的勺子 苦爱酒能够引起幻觉 所以美国早就明令尽止 法医还在他的肩膀上 发现了两个重叠的烙印 从愈合的情况来看 第二个烙印的行程时间 在他被杀前的两个小时 苦爱酒勺 神秘的烙印 再加上午夜的暴打 莫非他是参加了兄弟会的入会仪式 毕竟美国高校的兄弟会千奇百怪 玩死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读读检测结果发现 死者生前喝过苦爱酒 这就解释了他恐惧的表情 和满身的伤痕 之后一定是在迷宫里出现了幻觉 在恐惧中慌不择路 撞上了雕像手中的剑 至于伤口中的那把勺子 上面的花纹 居然是走出迷宫的路线图 更神奇的是 现场发现的钢笔中并非墨水 而是死者的鲜血 根据钢笔上的序列号 调查到购买人叫做托马斯 正是死者携带的 其中一张准考证上的名字 两张准考证上的名字 托马斯和艾迪 还都好好的在学校里上课 他们俩都不是死者 那么死者究竟是谁呢 警方首先找到了托马斯 托马斯认出了死者叫做布莱恩 是他的好朋友 原来布莱恩是个替考 他昨天收了托马斯的钱 替他去考试 还考了个不及格 托马斯一定恨死布莱恩了 想杀了他也合情合理 更别说托马斯的钢笔 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里面全是布莱恩的血 可托马斯说自己的钢笔 割了快俩月了 并且案发时 他就在宿舍里哪都没去 这么多同学都可以为他作证 随后警方又找到了 另一张准考证的主人艾迪 也是死者布莱恩的室友 艾迪痴迷于医学 他最近正在研究 用放射性化合物 治疗老鼠的脑瘤 看得出他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奈何以他的学分 根本进不了医学院 于是艾迪只能花钱 找死者替考 艾迪说 死者会替很多人考试 可托也会有发挥失利考杂的时候 所以他树立了不少仇家 曼西的办公室 突然来了一位希克 那就是他的妻子瑞德 原来瑞德刚刚收到了 布莱恩的死讯 他和死者 是一起在校报工作的好朋友 瑞德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死者 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主要揭露了隐藏在校内的兄弟会 国王与阴影 这个兄弟会的高层都是大人物 死者为了做调查 甚至也加入了兄弟会 瑞德猜测 一定是有人想阻止他揭露这个组织 因此杀人灭口 于是曼西当即赶到了死者的宿舍 是由艾迪拿出了死者的私人电脑 可他不知道密码 警方破解了电脑 在其中找到了瑞德提到过的那篇文章 国王与阴影 传说这个组织在几百年前 由纽约最有权势的精英家族创建 他们的人脉 渗透到了政府部门的各个角落 只要加入这个组织 盗死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文章盗死戛然而止 不过死者列出了几个成员的名字 遗兄托马斯也赫然在列 起初托马斯极力否认 可他的背上有兄弟会的烙印 容不得他狡辩 托马斯无奈地说道 国王与阴影的高层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 凡是暴露秘密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死者突然说要退出兄弟会 于是昨晚大家在植物迷宫 为他举行了退会仪式 死者在仪式上喝下了苦爱酒 随后便是兄弟们的全脚按摩 这顿暴走 是为了警告死者 务必要保守秘密 之后大家便离开了 兄弟们非但没有杀他 还在很久之前 送给他一把苦爱酒的勺子 上面的花纹 便是离开迷宫的路线图 画面转到瑞德 他刚回到宿舍 就见自己的电脑被砸得稀巴烂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面具人 对着他就是一顿胖色 连麦士的剂子都敢碰 胆大包天啊 对方给他留下一张纸条 警告瑞德不要乱说话 可瑞德压根就没接触过兄弟会 不过他最近正在写一篇 揭露校园剃考乱象的报道 其中就提到了死者的 最后两个客户 托马斯和艾迪 他们俩都不希望 找剃考的事情报道出去 但是托马斯的指纹 与瑞德宿舍里 发现的指纹并不吻合 亚当带来消息 数理商发现的那块布料上 检测到了生物痕迹 但是DNA却不属于人类 亚当的助手曾将样本 放在了一盒X光的胶片上 曝光后的胶片上 有放射性的污点 具体什么我也不懂 大概就是 那块布料上的合成物 被用于癌症研究中的脑瘤治疗 这让小黑想到了死者的室友艾迪 他恰好就在研究这一领域 可艾迪也不是兄弟会的成员啊 他为什么要去植物迷宫呢 原来死者突然不想继续做代考的生意了 没有了代考 艾迪再也没有希望 进入心心念念的医学院了 不过学校有一条不沉稳的哀痛规则 那就是只要有学生突然死亡 学校为了抚慰室友的情感伤痛 就会给整个寝室保送研究生 谋杀是艾德进入研究生院的唯一出炉 恰好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兄弟会 于是艾迪换上了死者的恢复和面具 利用勺子上的路线图 混入了那晚的仪式 一勺子插死了布莱恩 又在昨晚第二次穿上贵服 教训了瑞德一顿 警告他不准继续揭发校园替考的黑幕 艾迪说 他的父亲是医院的外科主任 父亲满心期待 他能够子成父业 不知道所谓的哀痛规则 是否真实存在 这条规则跟教唆杀人有什么区别 故事中的国王与阴影兄弟会 灵感来自2000年上映的悬疑电影 盛唐风云 该片由小黑的扮演者西亚哈勃 CSI拉斯维加斯片老级的扮演者 威廉·彼得森 以及CSI迈阿密片 第五季第十八集中 三胞胎的扮演者 莱斯利·彼博共同主演 身材曼妙的女人在房间里 撒满了玫瑰花瓣 随后宽衣简单 走进了浴室 画面一转 女人赤身裸体死在了浴缸里 麦叔本来都已经下班了 可身为法医的女友被叫来了现场 麦叔也只能跟着被迫加班 丹妮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俩人什么时候搞一起去了 言归正传 报案人是楼上的邻居 邻居声称在一个小时前 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等巡警好不容易撞开门 便瞧见了现在的一幕 女人没有携带证件 丹妮只能凭借桌上的信用卡得知 她叫做呆娜 镜子上用口红写着 我爱你 DJ 女人的额头有血 物测她可能是跌倒时撞到了顿器 现场没有打到痕迹 桌上有香槟和蜡烛 布置得十分浪漫 奇怪的是 整个屋子里都是男人的生活用品 难道这间房属于死者的男友 麦叔却从桌上的信用卡上发现了端倪 信用卡上布买蓝色的涂料颗粒 与门框上的油漆丝毫相同 于是麦叔推测 死者不是房主的女友 而是个非法入侵者 她使用这张信用卡强行入室 话说随便跑别人家里 还喝香槟 洗泡泡浴 在镜子上写字 这女人不是有病吧 杰西卡调查到房主 叫做DJ麦克劳 警方暂时联系不上她 不过这个DJ 早在半年前就对女死者申请过禁止令 温水影响了肝温 佩顿暂时无法确定她的死亡时间 但是女人的脑袋上的伤口很浅 按理说并不致命 丹妮从水里捞出了一颗变了形的子弹 难道丹娜是被枪打死的 可佩顿没有在尸体上找到枪咽啊 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警方走访了楼上的住客 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女人回忆 当时大概是十点半的样子 她突然感觉很头疼 然后起身找止痛药吃 就在那时候 她听到了死者在尖叫 于是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丈夫说大家虽然住在同一栋楼里 但是从来不交流 所以夫妻俩从来没有见过楼下的房主 住在对门的裸奈回忆 她当时听到了两声沉闷的巨响 不过她也没在意 因为她知道房主出差去了 那间房应该是没有人的 佩顿检查了尸体 她的真正死因是原发性心肌症 也就是心理衰竭 一些在热恋中伤心过度的女人 也会得这种病 暖暖的狗粮在我嘴里胡乱的塞 暖暖的眼泪跟狗粮混成一块 言归正传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死者的心脏病 佩顿毫无头绪 再说她既然是心脏病死的 浴缸里的那颗子弹又是怎么回事 警方几经辗转 终于找到了房主 可她叫做贾斯丁 并不是原房主DJ麦克劳 原来DJ早在半年前就去了欧洲 便将房子转租给了她 新房主压根不认识死者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闯进自己的公寓 原来戴娜和DJ分手之后 还一直缠着她不放 DJ便只能把房子租出去 一个人跑欧洲去了 但是戴娜不知道 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DJ的住址 便在昨晚用信用卡强行入室 还在镜子上写字 想和DJ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然后她就死了 只是不知为何镜子上的尾字母 被抹掉了一块 邻居在案发当晚听到的两声闷响 又是怎么回事 佩顿为戴娜做了第二次事件 这一次 她在戴娜的指尖 发现了一块触电的痕迹 电流从指尖直达心脏 再往下直到脚趾 浴缸里的水便是导体 原来戴娜是死于触电 引发的心理衰竭 还记得戴娜当时的死状吗 她的手臂举过了头顶 很显然她当时正伸长了胳膊 想要够什么东西 她便是在那个过程中 接触到了电源 于是戴娜回到了凶案现场 她推测戴娜 当时正站在浴缸的上面 伸长了手臂 想要勾顶上的暖气 于是她也伸手试了试 丹妮拆开了暖气 发现电线有破损 天花板上有个枪眼 这就解释了浴缸里的子弹 和对门听到的枪声 是楼上的邻居 朝地板开了一枪 子弹击穿了电线 造成火花四箭 丹妮这是好奇爬上去查看 才会不胜触电 那梦体来了 对面裸男声称听到了两声闷响 很明显楼上开了两枪 另外一颗子弹拿去了 楼上住的正是先前询问过的小夫妻 当时妻子一直说自己头疼来者 为了验证猜想 丹妮带着楼上的妻子来到了验试房 仪器显示 原来第二颗子弹就在妻子的脑袋里 好在这个子弹只穿过了表层 没有上机要害 这么大个子弹能不头疼吗 听说自己被枪击了 妻子比法医还要震惊 妻子是没有枪的 但是她的丈夫有一把 于是丹妮猜测 这是一场由丈夫谋划的杀妻案 丈夫想要枪杀熟睡中的妻子 没想到却渐渐害死了楼下的丹妮 警方找到丈夫的时候 这货阵搂着小三好不快活 既然警方找到了自己 丈夫撒腿就跑 丹妮又被迫开始了每日有氧 没有人能在这个系列里 跑得过爆裂的丹妮 丈夫想要跟小三长相厮守 又舍不得离婚分财产 于是就想要除掉妻子 可因为太紧张 第一颗子弹打偏了 穿透了地板 渐渐害死了丹妮 第二颗子弹 又正巧留在了妻子的脑子里 本以为妻子死了 不想第二天回去的时候 就见妻子已经洗了个澡 跟没事人一样 说自己头疼 妻子的命真大啊 好消息是 她会上厅指认丈夫 把这个人渣送进监狱 按键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死者登场 男人叫做阿伟 她撞上了玻璃缸 碎片割断了她手腕上的主动脉 导致她失血过度而死 阿伟才25岁 就已经是当红的音乐人 据说她签下了不少乐坛的女歌手 现场唯一的目击者 是她的亲妹妹阿美 她说凶手是一个金色头发 身高165的年轻女人 据说那个女人 不是第一次骚扰兄妹俩了 撕着她下巴有道伤疤 那是因为兄妹俩几个月前 遭遇了一场大车祸 本来他们俩就是搬来养伤的 现场一片狼藉 很难相信一个女人 居然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阿美回忆 她刚下班回家 就见那个金发女人 已经在屋子里了 那个疯女人同时攻击他们两个 还把她给打伤了 话说二打一 还被人搞得一死一伤 你们俩是废物嘛 阿美抱怨道 她曾因为那个女人 报了两次警 但每次警方都没有跟进调查 最后也都是不了了之了 现在阿伟死了 都是因为警方不作为造成的 尽管麦树的心里很惭愧 不过按照规矩 警方还是为阿美提取了生物痕迹 雪坡中除了玻璃碎片 还有一片CD的碎片 恰好墙上有一张音乐CD不见了 斯戴拉捡起一块锋利的玻璃 她一个手刮 被雪玻璃滑得鲜血淋漓 一个见证人员 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多丢人啊 斯戴拉不敢吭气 只能匆忙打开了死者家的药箱 草草包扎了上口 实验室内 小黑市只将CD的碎片 嵌入一片完整的CD 然后播放了碎片里的身影 里面传出了一小段女歌手的单曲 亚当则检查了现场的玻璃碎片 这些碎片不光来自镜子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玻璃制品 这里一共有507片碎片 麦初却要求她将所有碎片都拼接好 你这不是要亚当的命吗 老法已检查了阿伟的尸体 手腕上的割伤割断了齿骨和放射性动脉 此外 死者的胃里 还有刚吃下去的抗艾滋病药物 血剑已经证实了 死者有艾滋病 斯戴拉的心里割蹬了一下 她刚才被满是血气的玻璃割伤了手 这是否意味着 她也有感染的风险 斯戴拉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接下来老法已说了什么 她一个字都没听清 亚当已经拼好了现场的镜子 奇怪的是 镜子上只有死者一个人的血 如果正如妹妹所言 金发女人同时攻击了他们两个 按理说 现场也该有另外两个人的血迹才对 亚当猜测 可能是鱼缸里的水破坏了DNA的证据 斯戴拉的脑子里嗡嗡的 她捂着阴影作痛的伤口 来到了防疫中心 工作人员为她抽取了血样 艾滋病毒有三个月的窗口期 在结果出来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斯戴拉会没事 不过现在服用阻断药物 可以极大降低感染风险 死者是个了不起的音乐人 小黑将CD碎片上的女生 与她旗下所有女艺人的歌声做比对 锁定了一个叫做米娅的女歌手 这首歌便是她曾经红极一时的单曲 于是警方找到了米娅 她的手上有新鲜的歌伤 米娅承认自己去找过死者 因为嗑药 她的音乐事业已经完蛋了 于是请求死者帮帮自己 可米娅的状态再也不是从前 死者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米娅便失控了 她一怒之下 摔碎了这张 让她获得过无数荣誉的专辑 然后米娅就回家了 那时候的阿伟明明还活着 弗拉克调查到 死者的财务状况非常的糟糕 她明明住着上千万的别墅 却连几十万的账单都付不起 并且她申请给自己 买了价值两百万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正是她的妹妹阿美 只要她一死 阿美就能秒变百万富婆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杀人动机 可当时妹妹表现得伤心欲绝 这种崩溃的情绪不像是装出来的 兄妹俩二打一 却被一个女人搞得一死一伤 这本身就不符合常理 更别说妹妹声称与凶手搏斗过 但她的指甲里却很干净 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攻击女子的指纹 唯一的解释便是 阿美在撒谎 她所说的金发女子根本就不存在 阿美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她无法解释 案发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发女人的痕迹 毕竟找出一点是警方的责任 不是她这个受害者的责任 麦叔烦特了她每次 都拿警方办事不利来搪塞 于是麦叔为阿美做了策谎 她的情绪波动很大 整个人已经悲痛到不能自已 尽管一点重重 可阿美却很神奇地通过了测试 难道麦叔真的冤枉她了 阿伟的尸体突然被殡仪馆退了回来 原来工作人员在她的背上 发现了一排排圆形的瘀青 甲醛会使受损的组织变色 这些痕迹只有在注入防腐机的时候 才会显露出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伤痕 可把老外们好奇坏了 亚当拼好了现场的部分玻璃碎片 原来这是一个拔火罐 拔火罐是很常见的中医疗法 能够活血化瘀 去风排毒 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西医无法治愈阿伟的艾滋病 于是他开始尝试用中医疗法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欠下这么多钱 因为全拿去拔罐了 亚当确定 各对阿伟手腕的凶器就是破碎的镜子 可这块镜子上没有找到任何人的指纹 于是麦树又有了新的推测 死者身患绝症 又面临破产危机 这种情况下 难免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所以阿伟很可能是自杀的 而身为妹妹的阿美 知道自杀无法获赔保险金 于是在事后将现场布置成了他杀的样子 可想自杀的方式有千千万 浴室里有剃刀 药箱里有各种致命的药物 他为什么偏偏选择 用碎镜子割完这么痛苦的方式 如果阿美是想伪造他杀现场 他明明可以编造一个更有杀伤力的凶手 比如说身高两米的肌肉猛男什么的 他为什么偏偏说凶手 是个身高165左右的女人 麦树注意到 现场被打碎的 几乎都是能反光的玻璃制品 像是破碎的镜子 艺术品上的碎玻璃 阿美曾连续两次报案称 有个陌生的金发女人 创进了他们家 这两次的报案时间都是在晚上 那是因为每当夜幕降临之后 玻璃上就会照射出她的影子 原来阿美才是凶手 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和前几次审问一样 阿美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演道 他们兄妹俩的感情这么要好 她怎么可能杀害自己的亲哥哥 可身高165 金色头发 阿美描述的凶手 明明就是她自己 原来案发当晚 阿美又一次将镜子中的自己 当成了助亲者 她疯狂地砸镜子 哥哥上前抱住了阿美 却被她割断了主动脉 她因为失血过多 昏昏沉沉 最终撞下了鱼缸 等阿美反应过来 才发现哥哥已经死了 可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凶手 还跟没事人一样 拨打了报警电话 原来九个月前的那场车祸 损伤了她的大脑 让阿美患上了双重错觉综合症 这种病的具体表现 就是无法辨别出自己的倒影 将镜子中的自己 错认成了其他人 就在此时 阿美再次看到了敬重的自己 她再次失控 乱七子就砸了过去 一边砸 还一边大喊 就是那个女人杀了我的哥哥 警方控制住了发狂的阿美 斯大拉却被玻璃茶子割伤了脸 她表现得非常害怕 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艾滋病毒在空气中很脆弱的 斯大拉感染的几率并不高 再加上她是大女主 一定不会有事的 可能她是觉得 犯这种低级错误很丢人吧 所以谁都没有告诉 这集中 阿美的扮演者 是1976年出生的阿什利琼斯 因在《真爱如雪》第二季中 饰演达弗尼奥为人熟知 她的丈夫便是CSI系列的编剧 诺亚纳尔逊 而饰演她倒霉哥哥的 是1978年出生的布莱恩·哈利赛 很多人都没有认出来 她就是人皮客栈第三部的男主斯科特 她的妻子便是鲑鱼者的女主 詹妮弗·洛弗·修伊特 两个人在紧急呼救911第二季中 仍然饰演一对夫妻 不过现实中的哈利赛可不是个家暴男哈 深夜的一声枪响 让这位长发飘逸的男子倒在了钱堆里 死者叫做诺亚 是不久前刚搬来的 据邻居们反映 他性格古怪 独来独往 卧室的墙上 写满了各种古怪的经文 这或一定是个狂热的宗教爱好者 乌鸦鸦的美金 成了他人生盖过的最后一床被子 不过也恰好排除了劫财的可能性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在院子里盖了一艘巨大的方舟 死者叫做诺亚 那么这一定就是诺亚方舟了 麦叔打开了方舟的舱门 里面散发出了一股浓烈的恶臭 这里面不会也藏着一具尸体吧 警方好奇地走进方舟 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牧场 有成双成对的绵羊 各种家禽 猴子等动物 甚至还有两头大老虎 舱内有足够的食物储备 再往里走 是一个小卧室 麦叔掀开帘子 屋子五平米的小卧室里 居然住着四对年轻的夫妻 原来他们都是诺亚的信徒 因为身性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他们已经在那个恶臭的空间里 住了五天了 根据圣经记载 上帝的暴怒 会带来森林涂炭的大洪水 唯有诺亚方舟 才能带着他们安全抵达 亚拉拉山脉 为了造船 每对夫妻都亲近价财 捐献了几十万美金 很明显 这个诺亚是个骗子 靠着宣传世界末日来敛财 子弹贯穿了诺亚的胸口 射进了他身后的纳堵墙 诺亚生前运刷了不少宣传CD 靠着这些CD来招揽乘客 船上对夫妻的手上 都没有检测到枪击残留物 意味着他们都不是凶手 弗拉克现在只想把他们都抓去洗个澡 然后统统扔紧精神病院 望着散落一地的钞票 难道凶手是因为买不起船票 所以恼羞成怒杀了他 老法医在死者的体内挖出了一把伤口迁开器 原来死者做过缩胃手术 不知道是哪个250 把手术工具留他肚子里了 从与何情况来看 这东西至少在他的体内待了一年了 他的手腕纹着一个日期 7月10日 也就是本周日 正是圣经中所预言的世界末日 麦树播放了死者印刷的光盘 他在视频中录制 人类造的念实在太多了 战争 谋杀 对环境的破坏 所有的罪恶终将引来上帝的报复 望着他卖力的演讲 麦树宛若盯着一个病入高框的智障 这通电话留言 来自眼前这位身材卖妙的女人维洛尼卡 他一共给死者打了28个电话 每通留言都气急败坏 咄咄逼人 维洛尼卡解释道 死者是个大骗子 几年前 他拉着自己进传销 骗光了维洛尼卡所有积蓄 一个冷知识 金斯塔传销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 后来才在国内发扬光大 于是维洛尼卡不停地打电话 想跟死者追回这笔钱 案发时 维洛尼卡自称正在家里睡觉 别以为人死这小孩 这姐妹正想着去太平间里编尸呢 于是弗拉克调查了死者的背景 这个救世主换过几十个名字 是个臭名昭著的诈骗犯 一年前 就在警方将要对他实施抓捕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有个自称纽约来的警察 带着警惠和所有官方文件 从新二良警方的手中带走了死者 后来被证实 那位纽约来的警察是个冒牌货 他其实是死者的搭档 后来死者就去黑诊所做了缩胃手术 成功减肥之后 又化名诺亚 摇胜已变成了救世主 卖起了诺亚方舟的船票 现场的院子里发现了电缆线 和宫穴的鞋印 鞋印里有女王巨型术的木屑 这种术 只有几十公里外的池塘公园里才有 通过翻阅案卷 警方找到了公园里的电力供着莫莉 她身上的电缆线与现场一致 脚上的工靴也与现场的鞋印吻合 原来莫莉也是被死者诈骗过的受害人之一 莫莉花了一年时间 才打听到了她的住处 于是她昨晚找到了死者 依止她还钱 可死者却说 她已经把所有钱拿来建造方舟了 还说什么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尽管莫莉很生气 可她没有杀人 曼叔查询了死者的账单 说来也怪 她一个食材如名的诈骗犯 真的将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诺亚方舟上 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建造了方舟 征集乘客 这得多大的毅力啊 讽刺的是 诺亚对上帝如此显诚 上帝却没有救她的命 还记得死者身上的美金吗 金鉴定 那些居然都是贾超 贾超上发现了三组指纹 但只有一组指纹有匹配记录 那枚指纹来自贾超贩子吉米 如今吉米仍在监狱服刑 她是一名忠实的穆斯林信徒 再加上有黑的肤色 可谓buff买买 案发现场的贾超都是吉米印刷的 可她却说自己不认识死者 原来那批贾超 是她入狱前印刷的最后一批 足足有50万美金 她把钱藏在了一辆老爷车里 后来吉米就被抓了 那辆藏着钱的车 也被法院拍卖了 这么说来 一定是买车人发现了这笔钱 拿来向死者购买了船票 话说死者一个没良心的照片犯 为什么突然改邪归正 信奉了上帝 原来 那把遗留在她体内的手术器械 造成了血液感染 她的病情渐渐恶化 导致出现了幻觉 时不时就觉得上帝在找她谈话 当年她的搭档冒充纽约警方 从辛奥良警方手中救责了死者 弗拉克刚刚从辛奥良警方那了解到 死者的搭档 是个30岁左右的金发白人女性 而她当时携带的手枪 就是击穿诺亚胸口的那一把 如此说来 杀死诺亚的 就是她当年的搭档 死者的搭档非常神秘 就连支付信用卡都是找的债务终结 弗拉克通过死者当年的电话记录 以及终结那边的资料调查到 这个神秘的搭档 居然就是一直给死者打电话的女人 维洛尼卡 警方竟在维洛尼卡的家里搜到了凶器 与死者家中遗留的弹头一致 原来 当年死者做完缩胃手术之后 就变得很奇怪 一直说什么世界末日要到了 骗再多的钱也毫无意义 随后就带着维洛尼卡的钱消失了 维洛尼卡很懵逼啊 你要退出可以 把我的钱带走算什么意思啊 于是他一直催促死者还钱 直到几天前 死者突然给了他几十万现金 本来以为两个人之间的债务一笔勾销 哪知道那笔钱全是假潮 搞得维洛尼卡差点被抓起来 维洛尼卡气疯了 他觉得诺亚在戏弄自己 于是就把诺亚给杀了 实际上诺亚是真的感谢归正了 那些钱是其中一位乘客给他的路费 诺亚诈骗了一辈子 没有想到最后也成了诈骗的受害者 案件了解 乘客夫妻抱歉极了 当初他们从法院拍卖来了一辆旧车 在车里发现了五十万 便信息若狂地用这笔钱 从多压手中买了船票 哪知道那些全是罪犯藏起来的假钞 小夫妻神神秘秘地说道 这同样是上帝的旨意 卖书恍然大悟 是啊 诈骗的人最终死于诈骗 这一系列的巧合既是报应 也是上天的安排 今天就是7月10日 也就是预言中洪水爆发的日子 头顶阳光明媚 岁月静好 丝毫不见灾难的影子 上帝不会宽恕作恶多端的人 即便你是个浅诚的信徒 故事中 四者诺亚的扮演者 是加拿大著名影星 克里斯蒂安·凯贝尔 1999年 因在《天雷勾动地火》中 饰演男主盖白利尔成名 她的亲妹妹 便是《今生尖叫》系列前三部的女主 内福·凯贝尔 第20分钟出场的女电工莫莉 由978年出生的女星 乔迪·林·欧吉菲饰演 她长着一双射魂夺破的眼睛 2007年 欧吉菲在《越狱》第三季中 饰演气场强大的蛇仙美人格雷琴 2004年 她在《吸血鬼日记》中饰演乔一神 也就是历史书的老婆 案件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死者登场 市区的天桥下 躺着一个超大的燕地 据目击者回忆 就在刚刚 他们看见一个巨大的烟屁股 在桥上拼命奔跑 然后她就从天桥上摔了下来 她的双腿已经烧焦 其他部位在服装的保护下很完好 玩偶夫的背面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原来她是一个禁烟运动者 这个大烟屁股被点着了之后一路小跑 一路滴着融化的塑料 于是警方寻着塑料 找到了她起火的第一现场 这居然是烟草公司的总部 话说跑烟草公司门口禁烟 这不蠢蠢找死吗 路边散落着一个运动包包 路牌和杂志 一张画着吸血鬼的宣传单 还有一个绿色的烟屁股 如此别致的烟屁股 他们还是第一次解 斯大拉来取验室报告 不想吸到法医解剖了一半 就晕过去了 斯大拉叫了半天 都不见有人来帮忙 情急之下 她只能为老法医嘴对嘴 做起了人工呼吸 在扎了一针肾上腺素之后 老法医终于转为为安 原来她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突发过敏性休克 若不是戴姐抢救急时 CSI又将痛失愿大将 戴姐喋喋不休地向麦叔解释道 她也不想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 可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了 原来上级中 大姐在案发现场 被一片沾满血的玻璃划伤了手臂 后来才知道 那块玻璃上全是艾滋病人的血液 尽管已经及时做了阻断治疗 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了 万一再把老法医也感染了 可就罪过了 由于老法医住院了 小黑只能当起了临时代班法医 大烟屁股 死于而扬起气体中毒 这是由玩偶服烧焦产生的气体 并且死者因为长期吸烟 患有早期废弃肿 从肺部的损伤来看 这会一天至少两包烟 话说一个老烟枪 怎么会突然对着烟草公司倒戈想想 小黑在大烟屁股上 发现了头发定型喷雾 也是凶手用的助燃剂 烟屁股的正面有一大颗浓痰 DNA检测结果表明 这口浓痰来自南兴 其中混合了烟草和柠檬酸 还有木炭的成分 由此推测 这口浓痰来自水果水烟袋的消费者 而距离案发现场的两个街区外 就有一家水烟俱乐部 于是斯戴拉找到了俱乐部的经理 经理表示 那天她下班回家 好不容易有时间抽两口 没想到这个大烟屁股 一把抢过了她的烟壳 踩了个稀巴烂 一边踩还一边说什么 吸烟有害健康 这烟要五美金一包呢 你说气不气啊 于是经理朝她催了一口浓痰 为了找到现场的绿色烟屁股 究竟是什么牌子 实验室变成了大型烟雾制造现场 每个人都在吞云吐雾 搞得烟雾警报器不停地滴滴作响 然而经过测试 这款绿色的香烟 与市面上所有的香烟成分都不相同 不过绿色的卷烟纸 是一种特殊的再生纸 想一找厂家要来了订单 原来订购这批卷烟纸的 正是死者抗议的那家卷烟公司 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介绍道 这款绿色的香烟 是他们还未上市的新产品 比普通的香烟 要少92%的尼古丁含量 气味淡对身体的危害也小得多 可实际上这种香烟就是个骗局 因为尼古丁成瘾很难转变 烟里的尼古丁变少了 就意味着客户需要消费更多的香烟 来满足烟瘾 话说这绿色的香烟既然还未上市 上面怎么会有死者的DNA的 就在此时 一位女士突然来到烟草公司又哭又闹 女人自称她丈夫失踪了 于是来办公室里找丈夫 望着桌上的照片 斯大拉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死者大烟屁股吗 原来死者是烟草公司的员工 斯大拉质问负责人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个烟草公司的职员 要打扮成这副模样 到处禁烟 原来死者是市场营销部的 她通过这种方式 炒作普通香烟的危害 而为接下来上市的绿色香烟打开销路 毕竟绿色香烟更环保嘛 搞了半天 原来死者所谓的禁烟活动 就是一场烟草公司策划的炒作骗局 这天大地大 都不如资本家的脑洞打 不过这也证明了 烟草公司与大烟屁股的死无关 还记得现场找到的包包嘛 这些都是包包里的物品 其中一本新买的杂志上有个条心码 于是警方通过条心码 找到了这个包包的主人金发姐 可金发姐说 这个包包在两天前就被人抢了 当时的天很黑 她没有看清抢劫犯的脸 只知道对方黑头发 穿着黑色的长风衣 那个神经病 还对着她的脖子咬了一大口 给她脖子咬的全是欲情 金发姐在酒吧工作 预袭当天正穿着巴伐利亚的女仆工作服 似乎这个凶手 只袭击打扮成吉祥物的雇员 而金发姐脖子上的咬痕 就像是两个吸血鬼的牙印 恰好案发现场 有一张吸血鬼的海报 或许他们的凶手还真的是个吸血鬼 于是警方找到了海报上的吸血鬼餐厅 工作人员正打扮成德古拉的样子招揽生意 原来德古拉想集结这条街上所有奇装衣服的雇员 成立一个工会 并承诺加入工会的人可以得到保护 可大烟屁股和金发姐不感兴趣 德古拉便想着教训他们一下 让他们知道没有工会的保护会有多危险 于是她抢了金发姐的包包 还点燃了大烟屁股 哪知道那服装这么一燃 把大烟屁股给烧死了 可怜的大烟屁股 她用生命相识人证明 吸血鬼真的有害健康 按见了解 斯大拉找到了已经出院的老法医 她带着歉意 将自己切除外滋病人血液的事情和盘托出 本因为老法医知道后一定会很惊慌 没想到老法医一点都不害怕 反倒对代姐充满了感恩 老法医真的好暖 也希望代姐平安无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中 金发姐的扮演者是1979年出生的布莱拉布朗 2009年 她在犯罪心理第四季第十六季中 客串一个惊为天人的女杀手 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 魔术师躺在工具台上 风利的句子在头顶呼呼作响 在观众兴奋的欢呼声中 转动的句子缓缓落响 将魔术师一分为二 演出气氛瞬间到达了高潮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出舞台上 同样在上演一场大切活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被塞住了嘴 一把锯子在她的身体上来回切割 女人拼命挣扎 画面一转 这个漂亮的女人同样被切成了两半 凶器便是这把沾满肉鞋的锯子 内脏和血迹糊了一地 很不幸 她的魔术没有成功 从双腿的挣扎痕迹来看 女人是被活活锯死的 一张红色的魔术精塞住了她的嘴 警方暂时不能得知女人的身份 不过大魔术师克里斯正好在表演大切活人 凶手可能是模仿作案 活生生的切割啊 这得多残忍才能做得出来 凶手在现场留下了很清晰的血脚印 脚印一路延伸到了舞台下面 这里有一滴滴落血迹 从血迹的形态推测 这个死变态杀人之后 还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鞠躬之意 两半尸体被运到了厌尸房 死亡原因一目了然 没有啥好讨论的 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8点到10点之间 骨头可没有那么容易剧断的 凶手一定是个很强壮的男人 女人的手腕上有个特殊的刺青 只有在紫外线灯下才会显现 刺青上写着三个单词 大脑 躯体和灵魂 凶手留下了她的大脑和躯体 却强行夺走了她的灵魂 塞住她嘴巴的魔术经上 有个兔子图案 小黑则在禁锢死者的箱子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金笔对 指纹来自一个叫做鲁伯特的前科反 鲁伯特是个花痴 他曾因为跟踪 骚扰和恶意入室 被警方处理过很多次 鲁伯特在室里开了一家魔术用品店 魔术经上的兔子就是她店铺的logo 警方找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试图复活一只苍蝇 在她的千呼万唤之下 这只僵硬的死苍蝇居然真的恢复了生机 麦树却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她的魔术 因为那只苍蝇压根就没有死 只需撒上一点细盐 就能让她恢复活力 鲁伯特简直就是斑门弄斧 言归正传 原来死者叫做维安娜 是鲁伯特的女神 她是死者的舔狗 舔到死者三番四次对她申请的禁止令 不过案发时 鲁伯特正在接受情绪管理治疗 并没有作案时间 原来维安娜是大魔术师克里斯的助手 也就是开头表演大切活人的那个 克里斯的所有道具都是这家店里采购的 所以木箱上有鲁伯特的指纹很正常 此时麦树才注意到 原来死者的纹身 就是大魔术师团队的logo 于是警方找到了大魔术师克里斯 女死者曾是她的助手 直到两周前 克里斯解雇了死者 原因是她试图将克里斯的魔术秘密 卖给杂志社 克里斯遗憾地说道 她将维安娜当成了家人 只可惜人选择了金钱 而不是家庭 克里斯边说 边在纸上画了一只蝴蝶 下一秒 一只鲜艳的蝴蝶 就从纸上飞了出来 这是克里斯的另外一个助手奥斯丁 平时也就打打杂 负责现场的道具 警方注意到奥斯丁的脚印 与案发现场的脚印有几分相似 难道凶手是奥斯丁 今晚是克里斯的第二场演出 她的表演一共有三场 第一场大切活人 第二场是火中求生 助手奥斯丁为她点燃了火焰 克里斯将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大火烧够四个小时 这场演出通过整个互联网现场直播 斯大拉从团队里的其他人了解到 背叛克里斯的不止维安娜 还有奥斯丁 原来奥斯丁也喜欢死者 可女死者私下里 却跟克里斯一起滚床单 自那之后 奥斯丁就恨死了他们俩 整天想着脱离这个团体 难道是奥斯丁受不了女死者一进别恋 所以杀了他 此时克里斯已经被烧了三个多小时 距离演出结束仅剩下四分钟 与此同时 城市在另一边 一名穿着连帽衫的男子 身上被泼满了汽油 克里斯在演出进入了倒进时 助手们扑灭了大火 烟雾散去之后 克里斯居然消失不见了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一旁的助手缓缓卸下了伪装 克里斯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摇身一变成了助手 这场演出实在太惊艳了 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与此同时 围观的麦叔也接到了报警电话 人们在小巷里发现了一具胶尸 翻过尸体 他居然是助手奥斯丁 这警方刚怀奥斯丁是凶手 他就死了 这也太戏剧性了 克里斯连续表演了两场 就接连死了两个助手 并且助手的死亡方式与他的魔术一模一样 为了避免凶手继续模仿作案 警方不得不取消了明晚的第三场演出 丹尼在现场发现了汽油桶 从地上的血迹来看 凶手先是将奥斯丁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往他的身上泼满了汽油 汽油桶里面有个魔术棒 魔术棒的一头被烧焦了 推测这就是点燃奥斯丁的工具 两个死者都背叛过克里斯 克里斯是最有作案动机的 可案发时 克里斯正在现场演出 显然没有作案时间 斯戴拉回放了整场演出 每隔半个小时 助手们就会用被助燃剂镜头的毯子 为克里斯补给燃料 直到演出结束前的半个小时 就在克里斯转身的那一刻 毯子后面的火光突然变得非常大 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一秒钟 警方推测 当时毯子的后面 一定还藏着第二个着火的人 吊包了克里斯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 克里斯完全可以借着这吊包的半个小时 跑去杀完人 在伪装成助手的模样 回到现场完成演出 可他们又该如何证明这个猜想 丹尼在汽油桶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在数据库中没有匹配记录 随后在魔术棒上发现了一小块皮屑 凶手在点燃奥斯丁的时候 也不慎烫伤了自己 丹尼许是太思念临赛了 一抬头 竟将女同事错认成了临赛 一个人傻笑了起来 实验室内 曼术在手臂上 抹了一层厚厚的特径凝胶 随后穿上厚衣服 戴上手套 再淋上酒精 这样点火就不怕烫伤自己了 这是特技电影中的老把戏了 算不得什么秘密 但魔术不是特异功能 无法脱离现实 即便有厚厚的凝胶保护 普通人也绝对承受不了 燃烧四个小时的高温 所以克里斯中途一定用了替身 曼术注意到丹尼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同为热恋中的男人 他自然知道丹尼的心思 于是大手一挥 给丹尼放了一天假 实验室在魔术棒上的皮鞋中提取到了DNA 数据库中同样没有匹配记录 但却匹配到了克里斯的父亲 原来克里斯的母亲很早就死了 而他的父亲是个人渣 从16岁开始就成了监狱里的常客 于是他将年幼的克里斯送给了寄养家庭 领养家庭一开始对克里斯还算不错 但是克里斯却在6岁那年 显现出了胎儿酒精综合症的症状 这种病发作时会伴有暴力倾向 由于养母怀孕了 为了保护将要出生的孩子 他又将克里斯送回了福利院 接下来的15年 克里斯开始在机构和领养家庭里进进出出 克里斯渴望家庭 于是他将自己的团队当成了家庭 他憎恨背叛 因此才会借着魔术当掩护 接连虐杀了两个助手 可就在警方对克里斯实施抓捕行动的时候 这个凶残的天才居然失踪了 克里斯原定的演出一共有三场 他将在这三场演出中杀死三个背叛者 麦书猜测 最后一个背叛者便是抛弃他的养母 麦书猜得没错 克里斯真的绑架了养母 25年过去了 养母甚至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克里斯 使得这个病假的天才更加的恼羞成怒 无信的童年 让克里斯在变帅和变强中选择了变态 在发财和发奋中选择了发疯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出 也是他的压轴节目 水乡逃生 与此同时 弗拉格带来消息 警方刚刚在克里斯名下的储物仓库边 发现了他的车子 事不宜迟 麦书当即带着手下们往仓库赶去 克里斯正兴奋地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发表着演出致辞 欢迎各位光临此次演出 接下来便是本人练习了两年半的压轴节目 火焰老妈 我妈可是个素人哦 绝对没有接受过任何逃脱出的训练哦 克里斯坐在观众席上 一边欣赏养母吹死挣扎的模样 一边对着空气讨论道 眼看着养母都快窒息了 危急时刻 麦书及时改造 开枪打爆了手下 望着自己辛苦策划的演出被摧毁 克里斯抓狂了 他的表演欲实在太强了 丝毫没有意识到反派死于话多 养母捡回一命 而克里斯 余生只能在监狱里研究自己的逃生术了 说完复谢 我们再来说说主谢 多日未见的林赛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蒙大拿走 他即将出庭作证 当年林赛从一场凶案中死里逃生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 他再次见到了那张阴森可步的脸 男人对着他邪美一笑 那场可怕的梦魇再次涌上心头 十几年前 林赛还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 她和最好的朋友们相聚在餐厅 商量着接下来的暑期计划 姑娘们对未来充满憧憬 林赛起身上了个洗手间 不想这一转身 竟成了永别 门外的观声笑语 突然被一声枪响打断 姑娘们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林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吓得待在原地 不敢出去 警戒之又是第二强 第三强 林赛痛苦地叙述着全过程 而始作俑者 却在被告席上忍不住偷笑 林赛接着回忆 当时她躲在卫生间里 不敢出声 听着凶手在门外来回踱步 她很痛苦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 就在此时 她看到了丹尼 丹尼真的好暖 知道此时的林赛是最脆弱的时候 因此特地利用这一天的假期 赶到了蒙大拿州 为林赛加油打气 有丹尼作证 林赛瞬间有了底气 她接着说 当时她悄悄拉开一条门缝 看到了凶手的模样 男人举着猎枪 浑身是血 林赛永远 永远 无法忘记那张可怕的脸 她就坐在那里 坐在被告席上 直到听见凶手离开时的关门声 林赛才鼓足勇气走了出来 她看到三个好友 以及餐厅的女前台 统统倒在血泊中 随后林赛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最终在林赛的指认下 法庭宣判 大变态一己谋杀罪名成立 林赛紧紧握着丹尼的手 这场胜仗 预示着林赛正式回归 她与丹尼的感情线 也终于走上正轨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魔术师的扮演者 是美国著名魔术师 克里斯安吉尔 他偏好于痛苦 和极其危险的大型魔术 一度让人怀疑 他有自虐倾向 他如今仍然保持着 四项金伊斯世界记录 包括最长的水下时间 24个小时 最长的身体悬吊时间 5小时42分 最快幻术变形表演时间 不到一秒钟 和最快的警神医逃生时间 2分30秒 2005年 他拍摄了魔术纪录片 其人克里斯恩格 每一期的魔术 都能震撼到你瞠目结舌 此外 他还是一位摇滚歌手 这个系列的主题曲 就是他自己唱的 第二个故事中 年轻时的林赛 由青年演员 阿什利·李卡兹饰演 2004年 他在青春喜剧 《九女珍娜》中 饰演女主珍娜 2006年 他在美剧《闪电侠》第三季 饰演尖风人 罗莎林德 2007年 他在《科幻诗选集》 《荡记一次元》 饰演女主苏赫希 西蒙娜颤颤巍巍 走上了路易十六快乐台 他的状态很不好 似乎是生病了 虚弱的他将脑袋 放上了刑具 一旁的艾薇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他拉动刑具 床下爆发出了 雷鸣般的掌声 原来这是一场 由联合活举办的抽款晚宴 断头他也只是道具罢了 按理说 不会对西蒙娜造成任何伤害 可没想到手起刀落的一刹那 西蒙娜居然再也没了反应 保镖们当心护送小艾薇离去 随后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西蒙娜的额头磕伤了 少量血迹滴落在了地上 但这肯定不是致命伤 警方拆开了断头台 在西蒙娜的身上 发现了一张糖果包装纸 还有踏上断头台之前脱下的领结 西蒙娜嘴唇发紫 这是很明显的中毒症状 这场筹款会的举办人 是法国贵宾的女儿艾薇 艾薇来自富可敌国的皮尔庞特家族 15岁间的独当一面 相当的了不起 案发时 也是他拉下了断头台的闸刀 就在此时 助理监察长杰拉德赶到了现场 这个老棺材板 特爱给见证科使绊子 杰拉德说 这是在联合国区域内发生的凶案 所以见证科 必须要得到法国大使馆的允许后 才能触碰尸体 可复合需要好几个小时 很多有毒物质 会在一个小时之内降解 到时候就什么都化验不到了 杰拉德当然知道 这会对见证科造成很大的难度 这正是老布斯乐重于看到的 好在刚才小黑的手上 沾到了死者的血迹 这点血迹 已经足够做一次毒物检测 据保镖大黑介绍 小AV的父母都在中国 不过父母给艾薇 安排了一个三神的保姆团 包括了保镖 翻译 基建老师 儿童心理医生等工作人员 当时小AV离尸体最近 亲眼目睹死亡 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感 所以保镖不希望 警方在这时候打搅她 尽管保镖极力阻挠 小AV还是主动站出来 配合调查 小AV哭着说 死者是她的法语老师 还是她的好闺蜜 今晚的演出 也是西蒙娜自己的主意 不过她在走上断头台之前 就已经很不舒服的样子 小AV虽然是断头台的处刑人 可她深知 断头台只是道具而已 不会伤害西蒙娜风豪 AV自责极了 一边道歉 一边胆怯地撇向了一旁的保镖 斯戴拉在死者的领结上 发现了牙印 应该是与某个男人 亲热食留下的 小黑则在死者身上的糖纸上 发现了一个注射针孔 糖纸上有一枚 模糊不清的指纹 推测凶手用注射器 在这个巧克力糖里面下毒 然后交给西蒙娜吃下 最终毒死了她 斯戴拉带来了领结上的检测报告 牙印上的DNA来自查尔斯 巧的是 查尔斯恰好是艾薇的基建老师 也是死者一起在保姆团的同事 老法医觉得查尔斯这个名字似曾相识 说罢就拉开了冰库 Suprise 原来查尔斯两天前就已经死了 当时警方鉴定的结果是开枪自杀 死人是无法咬领结的 唯一的可能便是 查尔斯在两天前咬了西蒙娜的领结 随后两个人双双比拟 值得一提的是 西蒙娜的工作签证早在两周前就已经过期了 她已经不能再联合国工作 这也意味着麦舒不需要得到大使馆的允许 就能随便检查她的尸体 这让杰拉德这个老布斯颜面无光 不过who cares 老布斯除了警告麦舒两句 什么都做不了 西蒙娜的毒物检测结果成因性 不过她的肺部有水肿 她是死于肺水肿引发的呼吸衰竭 西蒙娜的胃里有少量的巧克力 消化系统中发现了少量树枝状的聚合体 这是一种高端的新型毒物 通过聚合体的威力 将巧克力中的毒素运送到体内的特殊部位 再将毒素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西蒙娜不是没有中毒 而是这种毒素太高端 警方现有的数据库中没有检测到匹配记录 她的手指有处骨折 这处骨折的形成时间大概在三天前 那么究竟是谁在三天前袭击了她 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死者查尔斯了 西蒙娜的领结上有查尔斯的DNA 意味着两位死者的关系很亲密 警方起初以为查尔斯是自杀 直到注意到了查尔斯掌心的血迹 这么来看 查尔斯并不是自己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杀死查尔斯的凶器 是现场发现的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 小黑在枪的滑膛里发现了凶手的皮屑 紧比对 这些皮屑来自西蒙娜 西蒙娜开枪的同时 也被滑膛夹断了手骨 警方还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一封威胁信 上面写着 我知道你的签证过期了 我会告诉皮尔庞特家族 签证过期 就意味着西蒙娜 不能继续给艾薇当法语老师 由此推测 西蒙娜怀疑是查尔斯举报的自己 于是这对情侣爆发了激烈争吵 争执中 西蒙娜一个擦枪走火 杀死了查尔斯 可这封信上的笔迹并不是查尔斯的 那么除了查尔斯 还有谁会知道西蒙娜签证到期的秘密 警方找到了艾薇的心理医生 他说艾薇是皮尔庞特家族的掌上明珠 谁能讨艾薇的欢心 谁就能飞黄腾达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都嫉妒女死者跟艾薇走得近 西蒙娜一死 保镖大黑重新占据了保姆团一哥的位置 她对着其他人发号失令 试图阻止警方与艾薇谈话 每当提到西蒙娜的死 艾薇都会伤心地哭鼻子 于是斯带拉递上了自己的手帕 给艾薇擦眼泪 艾薇擅解人意 温柔懂事 十分讨大家的欢喜 临走前 她主动给戴姐留了联系方式 希望戴姐能来自己的身边工作 戴姐总觉得这个艾薇不简单 她望着艾薇擦过眼泪的手帕 陷入了沉思 人类的眼泪并不是千片一律的 而是分为三种 基础的眼泪 沉思的眼泪 还有情感的眼泪 每一种眼泪所含有的微量元素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情感的眼泪中 甲荷蒙的含量 会比另外两种高一些 可她没有在艾薇的眼泪中 检测到这两种元素 这意味着艾薇实际上 没有人类情感 她的伤心都是装出来的 小黑调查到 毒死西蒙娜的药物 是由艾薇父亲公司研发的 一种攻克癌症的药物 药物的样品一共有三个 第三个样品的申请人 正是艾薇的保镖 保镖身为保姆团的一把手 在所有雇员中 占有很高的威望 斯戴拉调查了死者的账户 原来女死者不是本地居民 因此不能给自己开银行账户 于是她找了保镖帮忙 没想到保镖却利用 女死者的账户 从艾薇公司的账户里偷钱 这样一旦动创事发 女死者就成了替死鬼 斯戴拉猜测 艾薇是最早发现的 她第一时间 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女死者 于是女死者便去找保镖对质 保镖为了摆脱死者的纠缠 于是悄悄给西蒙娜的巧克力里 注射了毒药 事与至此 保镖承认了自己 杀死西蒙娜的事实 可她却说 斯艾薇操控了这一切 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了 斯艾薇悄悄给西蒙娜写了勒索信 让她因为误会 杀死了教练查尔斯 随后艾薇又跑去西蒙娜面前 告大黑的状 借助大黑的手杀死了西蒙娜 这个15岁的小姑娘 不是傻白铁 而是一个高智上的凶猛罗利 是一个毫无情感的反社会 她操控了身边的所有人 挑拨周围的人自相残杀 是她的乐趣 可是警方抓不到她的任何把柄 她甚至连教唆杀人都不算 小艾薇有91年出生的女星 谢林伍德饰演 出演这集故事的时候 她年仅16岁 1999年 年仅8岁的谢林伍德 被星探选中 在家庭危机中 客串一个小角色 2004年 她在科幻动作电影 《分歧者》中 饰演女主特里斯 2016年 她在《大小谎言》中 饰演女佩珍妮 女死者的扮演者 是英国女星路易斯·林顿 这集故事 是她踏入影视圈的 第一个作品 别看她戏份不多 人家现实生活里 比男女主都要大牌 翻开她的简历 你会知道演戏 只是她的爱好 路易斯·林顿 是英国贵族出身 她的家族在苏格兰 有一座城堡 她和英国首相托尼布拉尔 就读于同域所寄宿学校 她的丈夫 是美国前财政部长 史蒂文姆努钦 证婚人便是前副总统 麦克·彭斯 不过这女人挺喜欢炫富的 2017年还因为在网上炫富 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案件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死者登场 这天一大早 人们就发现 38岁的大厨格林先生 倒在了酒窖里 从事将程度推测 格林的死亡时间 大概在12个小时前 死因是插在胸前的红酒开瓶器 酒窖是私人区域 除了死者 没有人能够进得来 这里的每一瓶酒都价值连城 现场有不少玻璃碎片 以及散落的酒渍 酒瓶被打开过 意味着不是架子上的藏品 或许当时有人在这里品尝红酒 中途因为起了争执 对方拎起酒瓶 就朝死者砸了过去 除了破碎的红酒瓶 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了 桃红色的塑料片 一颗小小的金属滚珠 还有一根细长的链子 就在取证工作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丹尼却发现死者的嘴巴在蠕动 我去 这是要诈尸了吗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肉虫子 就从他嘴里钻了出来 我的妈 这会昨晚究竟吃了个啥 林塞强忍着恶心 为这只低血的大虫子 提取了生物痕迹 擦去血迹 发现这只大虫子的身上 镶嵌着不少宝石 这还是一只珠光宝气的大虫子 报警人是餐厅的服务生 他才工作第二天 老板就被杀了 让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个 客天客地客空气的天煞孤星 不过服务生什么可疑人物都没有看见 格林死于开瓶器 刺入导致的使馆创伤和主动脉撕裂 丹尼在开瓶器上 发现了男性皮鞋 不过数据库中没有匹配记录 而现场发现的桃红色塑料片 是女人用的美甲贴片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线索 林塞已经把珠光宝气的大虫子 洗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只马达加斯加大蟑螂 他身上一共镶嵌了三克拉的宝石 价值超过十万美金 连小强都比你值钱 你说气不切 现场的链子与小强身上的宝石相连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小强 而是一枚小强凶针 一些有钱人 会把它当作宠物和装饰品 话说这么大的蟑螂 是怎么爬进死者嘴里去的 整个纽约 只有一家工作室 出色这种小强凶针 在戴尼一番威逼利诱之下 负责任无奈 只能提供了客户名单 原来这只蟑螂 是一个叫做艾维斯的富豪 送给妻子的礼物 我征服了导演的恶趣味 每次碰到大虫子都喜欢给特写 于是警方找到了富豪的妻子 妻子吐槽 丈夫是个神经病 说什么这东西 象征他们俩的婚姻 比小强的生命力还要顽强 于是丈夫刚刚变成了前夫 昨晚傅太太带着蟑螂 去案发的餐厅参加宴会 死者身为餐厅的大厨 她十分讨厌虫子 于是一把扯下了女人的小强 傅太太当然不愿意了 于是她一路追到了酒窖里 刺打中 她的小强钻到了柜子底下 害得傅太太刚做的美甲 还掰折了一块 尽管傅太太很生气 可她真不至于为了一只小强而杀人 所有碎片上的指纹都来自死者 意味着砸碎酒瓶的人不是凶手 而是死者自己 这瓶红酒价值650美金一瓶 可林塞检查了酒瓶上的商标 发现这只是一瓶20美金的冒牌货 商标的背面有一枚指纹 进比对 指纹来自一名叫做朱利安的前科范 原来朱利安是一名红酒销售 她卖给死者的红酒 全是贴牌的冒牌货 反正大部分人也就是装装差 真正能喝出好坏的人没有几个 可没想到死者是个行家 居然真的品出了红酒的不对劲 于是她气得当着朱利安的面 将假酒砸了个稀巴烂 难道是朱利安害怕坐牢 所以杀人灭口 可经比对 朱利安的DNA与开评器上的并不相符 警方只能暂时排除了她的嫌疑 亚当在碎酒瓶的底部 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塑料片 这塑料片与血迹中的小钢柱之一体的 原来这是招X光的时候 贴在女性胸部的医疗用品 显然是有人在做完X光之后 忘记摘除了 将这东西吊在了胸案现场 傅太太是本案中的唯一女性 可是她尚在哺乳期 不可能去招X光的 DNA想起先前询问服务生的时候 她的嘴里叼着一张放射颗的门禁卡 还说自己一定要打三份工来维持生计 原来服务生还在医院的激光放射颗里打杂 于是警方找到了服务生的公寓 打开门的一瞬间 异性人差点被熏吐了 肮脏恶彻的环境里 到处爬满了蟑螂 他们的嫌疑人正戴着耳机 一边听音乐 一边和蟑螂共享一份早餐 警方在她的鞋底 发现了蟑螂身上的红宝石 原来服务生是个极端昆宝分子 他爱死了小蟑螂 案发当晚 他看到了死者想对那只蟑螂下手 于是路见不平出手相组 自打中 顺手捡起开瓶器把人给捅死了 他居然为了一只蟑螂杀人 简直莫名其妙 服务生却说 强强这么可爱 你怎么忍心伤害强强 你知道强强已经在地球上 生存了两亿五千年了吗 你知道他们可以承受的辐射 是人类的十二倍吗 你知道军队会利用蟑螂 搜索隐藏在大楼里的生化武器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在乎你自己 哼 自私的人类 深夜的公园 一位受伤的骑士亮亮呛呛 最终倒下 纽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这里万圣节还有好几个月呢 死者怎么打扮成这副样子 没有钱包 也没有身份证明 只能暂时称呼他为无名士 普通的锡纸盔甲 锯纸的锁子甲 甚至连他的剑都是塑料的 唯有穿透他身体的长矛 可是真材实料 死者的戒指上有一枚唇印 看来曾有个女人吻过他的戒指 盔甲上还别着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循着地上的血脚印 警方找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不远处的樱花丛 地上都是马蹄的足印 从现场来看 当时这里布置一匹马 两匹马 再加上长矛和武士装备 如果没猜错的话 死者身前正在这里以对手比武 然后他输了 堵住便是他的命 不远处传来了马儿的嘶吼声 原来死者的马儿并未走远 白色的毛发上 覆盖着一层烟红的血迹 马儿的身上有僵神磨损的痕迹 意味着这不是一匹养村厨佑的宠物马 而是经常需要拉着重物跑 中央公园有很多马车 弗拉克很快就找到了那匹马儿的主人 马夫认出了死者 他昨天向马夫 租了两匹马和一辆马车 本来马夫是不同意的 可死者给的实在太多了 当时死者身边还有一个女人 可由于女人站在阴影处 马夫没有看清他的容貌 不过死者一共租了两匹马 但只跑回来一匹 与此同时 市区的一家高档宾馆里 又发现了一具难尸 死者没有穿衣服 双手被捆在床上 我跟上插着一支冰锥 一想到别人的老公拖成这样给我看 不图我钱 不图我感情 我就兴奋 言归认传 从现场来看 死者是跟女人亲热时被杀害到 没有一点反抗的迹象 昂贵的牡蛎 香槟和鱼子酱 再加上四万美金一夜的套房 处处地透露着死者很有钱的样子 床单上有女性的分泌物 死者的大胸肌上 沿着一根女人的金发 开房记录显示 死者叫做鲍勃 碎冰锥直插脑盖 造成鲍勃瞬间死亡 毫无知觉 金色的头发经过多次飘染 已经无法提取到DNA 而那把冰锥上也没有提取到任何的指纹 就连床单上的女性分泌物 数据库中也没有匹配记录 更棘手的是 由于服务生恰好挡住了摄像头 酒店的监控 甚至没有拍到那个女人的样子 两具男士被运到了验尸房 事件结果显示 骑士患有脑瘤 已经到了手术都无济于事的地步 两具男士有很多相同处 骑士的眼皮上 有一组拇指和食指的指纹 那是因为有人在死后 为他合上了眼睛 而宾馆的受害者眼皮上 也有同样的指纹 两组指纹来自同一个人 并且指纹上的DNA 与床单上的女性分泌物吻合 这意味着两起案子并为一起 凶手是个女人 她先是在宾馆杀害了鲍勃 随后又去了中央公园 为骑士合上了眼睛 话说什么女人 有这么强的杀伤力 她的杀人动机又什么 弗拉克从马夫纳 找到了死者的钱包 原来骑士叫做德瑞克 是个股票经纪人 可他却在三天前 注销了信用卡 关闭了所有银行账户 骑士戒指上的唇印 与眼皮上的DNA不相符 这意味着凶案 一共涉及了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亲吻了骑士的戒指 另外一个女人 合上了他们俩的眼皮 宾馆的死者鲍勃 身前一共接了五个电话 这五个电话 全部来自房产经纪马便捷 马尾便说 鲍勃先生十分富有 他负责为鲍勃处理物业 因此两个人联系很频繁 不过据他所知 鲍勃和骑士并不认识 警方要找的凶手 是一名金发女人 但马尾便是棕色头发 即便如此 弗拉克还是拿走了桌上的宣传单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实话 戴杰总觉得 宣传单上的背景十分奇怪 就在此时 老法医带来消息 宾馆的鲍勃患有严重的白血病 最多还有一两个月的生命 两个死者 一个患有脑瘤 一个患有白血病 坚实命不久矣 斯戴拉望着那张宣传单 突然灵光一闪 难怪觉得背景这么奇怪 原来马尾便的背景 是他的基因排序图 不需要搜查令 就弄到了马尾便的DNA 正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金比对 马尾便的DNA 与眼皮上的皮鞋并不相符 但却与戒指上的唇印完全吻合 这么说来 马尾便也与两位死者都有联系 是他亲吻了骑士的戒指 还给宾馆的死者打了五个电话 但是他并没有为两位死者合上眼睛 小黑在宾馆的金发中 发现了大麻素 这意味着 他们的凶手是一个金发 抽大麻的女人 林塞带来消息 骑士困角上的小花 是斐鸡的国花 她一毛下滑 这是一株进口的花朵 花根的土壤来自温室 寻着这条线索 警方找到了安发地附近的四人花圃 花圃的主人是一位心理医生 两位死者 骑士和鲍勃都是他的病人 医生说 他的病人都是一些病死之人 这些病人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小组 说吧就给警方 展示了自己栽种的塔伊茅西亚 这种花的花语是 泪水带来新的生命 预示着在困境中重生 医生认出了马尾便 原来马尾便有身患绝症 她和两位死者 都是同一个互助小组的成员 同为将死之人 这些组员之间 就跟亲人一般互帮互助 斯大拉猜测 两位死者都很年轻 富有魅力 本该有大好的未来 他们无法接受面容枯高 骨瘦如柴地死在病床上 于是彼此之间互帮互助 选择了有尊严的死亡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两位死者 没有丝毫的反抗迹象 温室里同样种植了几株大麻 而他们一直寻找的金发女人 就有颗大麻的迹象 私人种植大麻是非法的 在戴杰和弗拉克的一番逼问之下 医生只能供出了她的小组里 确实有一个金发女人 事不宜迟 警方当即赶到了金发女人的住所 却见女人已经身装打扮 做着美美的头发 画着精致的妆容 早已没了脉搏 她已经和其他两位死者一样 完成了最后的愿望 那就是像玛丽连梦露一般死去 事到如今 唯一活着的知情人就只是马尾变了 一直舍口如瓶的她 终于打开了画匣子 原来她和三个死者 都是护助会的成员 他们还年轻 不想浑身插着管子 死得毫无尊严 于是他们互帮互助 以自己梦想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抱抱的梦想是在豪华的客房里 在快活中死去 德瑞克想跟骑士一般战死沙场 金发姐想变成玛丽连梦露 而马尾变的梦想 就是如同悲剧中的朱丽叶一般 让毒药带走她的生命 她亲吻了骑士的戒指 为她戴上了塔伊茅西亚之花 还给宾馆的鲍伯打去了电话 做着最后的告别 四个人相约在同一个晚上死去 可马尾变却在最后一刻退却了 她甚至很羡慕金发姐 那一夜 金发姐陪鲍伯 观赏了最后一次烟花 随后帮助骑士 像个英雄一般死去 他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 却能站在生命的终点 嘲笑死神的无能 如今唯有她一个人苟且地活着 没有了好友 马尾变觉得剩下的日子毫无意义 同样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戴姐 仿佛从三位死者身上获得了启示 她的艾滋病检测报告 还需要一段日子才能出结果 戴姐已经等不及了 等待的日子 远比直面死亡更让人痛哭 于是她决定为自己做个PCR测试 马上就能出结果的那种 不管结果如何 戴姐都已经下定决心 珍惜当下 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中 冰管死者鲍勃的扮演者 是1979年出生的瑞恩·约翰逊 她后来在2011年上映的美剧 《绿阵俏家人》第二季中 饰演常驻角色 本格罗根 饰演马尾变的 是1980年出生的女星 菲欧娜·加伯曼 最近几年 她都在热播美剧《梁衣》中 饰演佛根·尼克一神 这也是她最知名的角色 暗箭了解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死者登场 一大早 麦树就急急忙忙冲出了警局 哦 原来是她的法医女友 刚刚被人袭击了 佩顿捂着伤口回忆倒 就在刚刚 她带着助手 从案发现场 拉了具尸体回来 有个男的 突然从身后袭击了自己 等佩顿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抢了尸体扬城而去 佩顿没有看清 袭击者的长相 只是一袭击的对方 开着一辆奔驰的SUV 被枪刺的尸体是为男性 据目击者称 她在几个小时前 非常痛苦地横冲直撞 然后就俩腿一蹬 她大叫上死了 男士没有身份证明 由于还未来得及进行尸体 佩顿只能通过她 口鼻流血的症状 初步判断 可能是中毒身亡 话说什么人会抢一具尸体呢 所有人都毫无头绪 对方逃走时非常匆忙 她驾驶的奔驰 一面撞上了垃圾桶 车牌深深烙印在了铁皮上 于是警方根据车牌号 找到了车主鲍菲德 鲍菲德的脸上带着伤 他说只是打篮球的时候撞伤了 还说自己是因为赶时间 才撞到了垃圾桶 大不了赔钱咯 至于那具尸体 车主表示箭都没有箭过 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佩顿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鲍菲德袭击了自己 警方只能暂时提取了他的指纹 就在这时 麦树收到消息 港口巡警在河里打捞出了一个果实袋 拉开一看 这正是被抢走的那具尸体无名事 只不过此时的他 胸前多了一块瘀青 我去 吓得我面膜都裂了 这货居然还没死 麦树当机呼叫救护车 把他拉往附近的医院 佩顿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当时他照射了男人的瞳孔 确定瞳孔没有收缩 随后检查了脉搏 确定已经没有了心跳 因此宣布男人已经当场死亡 八年的工作经验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误判 再说这会先是口碧流血 再被人河里抛了几个小时 这都没死 这也太难杀了吧 弗拉格带来消息 奔驰车主鲍菲德 是市议员的儿子 人家的后台硬着呢 想抓他可不容易 并且那辆车已经被清洗过 早就提取不到任何的痕迹 鲍菲德的脸上有瘀青 推测可能是被安全气囊弹伤了 可是车上的安全气囊 早就被挖走了 就连行车记录仪也被清空了 无名是虽然捡回一命 但医院那边确定了 他已经进入了永久植物人状态 再也醒不过来 不过丹尼在果实袋里 找到一根纤维 这是一根含有肋固醇的蜘蛛丝 能吐出这么粗的丝 这蜘蛛得有多大啊 丹尼已经用DNA测试了物种 这根丝不是来自蜘蛛 而是会咩咩叫的山羊 等等 山羊吐蛛丝 Are you kidding me? 于是警方根据这根山羊蛛丝 找到了生物学家大阪寸 阪寸认出了无名是叫做考特 是他的助手 考特当时死在距离这里 半个街区的地方 阪寸的实验室 主要研究转经生物 像是将蜘蛛的DNA 植入山羊的基因组 就能在山羊奶中 分解出世界上最强烈的材料之一 山羊蛛丝 在老鼠的基因组中 植入人类的DNA 就能在老鼠身上 培育出人的耳朵 灯耳朵长成形 将它割下来 一致给天生无耳的残疾人 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至于死而复生的考特 大阪寸对他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他今天没有来上班 至于他是怎么死的 又是怎么活的 阪寸并不关心 很明显 大阪寸没有说实话 值得一提的是 考特被捞出来的时候 胸前多了一块瘀青 显然是偷尸体的人 为他做过心肺复苏 什么人会去抢救一个死人呢 除非偷尸体的人 知道他压根就没有死 佩顿在考特的血液中 发现了高剂量的抗凝血迹 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 会流这么多鼻血 除此之外 他的血液中还有硫化氢 硝酸银 以及佩顿从未见过的神秘化合物 抗凝血迹用来吸食血液 硝酸银是杀菌剂 硫化氢用来降低 星辰代谢的活性 将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 脉书恍然大悟 他用小白鼠做实验 当玻璃箱中的硫化氢 达到一定的剂量 就能骗过身体细胞 让他们以为身体不再需要氧气 于是器官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实际上人类也是可以冬眠的 比如挪威曾有一名妇女 在冰湖底下待了一个小时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心跳 加拿大曾有个孩子 在大雪中冻僵了 心跳停跳了两个小时 两个人最后都完全康复了 小白鼠在高浓度的硫化氢气体中 心脏停摆 即跟考特一样 倾入了夹死状态 随后麦树往玻璃箱里注入了氧气 几分钟后 小白鼠就停止了休眠 活蹦乱跳 考特血液中的化合物 有抑制氧气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它暴露在氧气中 依然没有醒过来 一定是有人突破了道德底线 正在研究冬眠实验 这些化合物都受到严格管控 不是谁都能买得到的 但考特所在的实验室 恰好牵涉过一批 于是麦树逮捕了实验室的负责人 板村博士 奔驰的车主鲍菲德 恰好就是他生物科的学生 麦树猜测 博士看中了人类东面研究所带来的利润 于是开始用考特进行实验 不想考特不小心打开了阀门 吸入了大量的硫化氢气体 它像个眉头苍蝇一样 痛苦地冲出了实验室 随后口碧流血 倒在了大街上 本来吧 这只是意外事件 可博士叫做鲍菲德抢走尸体之后 又把考特扔进了河里 这就生气成谋杀未遂了 听说考特还没死 博士兴奋得跟个傻子一般 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冬眠实验成功了 这可是本世纪科学研究最大的突破 博士爽快地认了罪 坐牢而已嘛 反正谋杀未遂也盼不了多久 他将会名垂青史 等他出来之后 什么财富啊名气都有了 把人家搞成了植物人 还名垂青史 不给人家家属打出屎来 都算你拉得干净 处理完博士 卖书又找到了奔驰车的主人鲍菲德 原来鲍菲德先前主动提供了指纹 实验室在他的指纹上发现了硝酸盈 先前他们抢走尸体的时候 才给考特做了人工急救 鲍菲德不慎将沾有硝酸盈的指纹 留在了考特的胸前 看来他们俩 以后只能在监狱里进行研究实验了 卖书才不在乎 他们的科学研究 未来能为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 他只知道 这俩或是妥妥的谋杀未遂 考特已经挠死亡 这个年轻人已经不再有未来 这是一具战力的尸体 死者是26岁的托尼 来自斯丹顿岛 之所以战力死亡 是因为他的后脑 被知之插入了安全套贩卖机上的投臂槽 投臂槽是断气 凶手必然花了很大的力气 地上有少量垂直低落的血迹 还有一个大皇冠 这个头是来自死者 哭得梨花带雨的未婚妻 明天就是他的婚礼 他却在最后的单身夜一密呜呼 这里是一间鱼龙混杂的酒吧 据伴娘团们介绍 案发前 他们正在玩一种很新的游戏 就是戴上糖果项链 让酒吧里的陌生男人 从项链上咬下一颗糖果 作为交换 男人必须从贩卖机上 买一个套套做回礼 伴娘团们这一路 收集了不少安全套 令人诧异的是 他们在这里碰到了网球明星 约翰·麦肯罗 姑娘们介绍 就当麦肯罗咬下糖果的时候 死者突然闯进了酒吧 他看到了未婚妻 和麦肯罗亲密的一幕 当今怒不渴 死者跟着麦肯罗进了洗手间 然后就发生了凶案 这里很多人都宣称看到了麦肯罗 他身材在粉丝的身上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这么说来 是麦肯罗杀了托尼 你别说 除了网球明星 普通人还真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见证科提取了地上的血样 最后将尸体 连同套套贩卖机 一同运到了验尸房 死者的额头上有个伤口 里面嵌着一小块坚硬的白色物质 拔出头臂槽 死者的嘴里 咔啦咔啦吐出了俩硬币 如果运气好的话 硬币上还能找到指纹 事件结果显示 托尼死于脊髓断裂 安全套的价格是75美分 而头臂槽里最后投入的硬币 只有50美分 按照游戏规则 麦肯罗吃了信仰的糖果之后 需要花75美分 买个套套当回礼 可他只投了50美分 死者就冲了进来 他认定了麦肯罗买套套 是想跟他的未婚妻不可描述 然后凶爱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可如果凶手真的是麦肯罗 人家这么大个明星 不友善的粉丝多了去了 他要是每次都杀人 得杀多少啊 约翰麦肯罗如今就在纽约落脚 每次出行 都会有一大票粉丝围着他 本以为CSI也是来要千名来者 没想到人家当他是个杀人犯 麦肯罗好生气啊 他可洁身自豪了 从来不去酒吧 更别说杀人了 可案发现场这么多人 都宣称看到了麦肯罗 这该怎么解释 更别说有个女粉的身上 还有她的签名 于是斯戴拉联系了麦肯罗的经纪人 结果人家还真的有不在场证明 经检测 四只额头里的物质 是高零食和树脂的粘合剂 也就是烤瓷牙的贴面 凶手欲似着缠斗时壮烈的牙齿 不过有钱人嘛 有个24小时待命的牙医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牙齿上的DNA 已经被死者的血液覆盖 糖果项链上的DNA 也早就被污染了 投币草里 凶手硬币上提取到的指纹 与麦肯罗并不匹配 数据库中也找不到记录 不过地面的少许低落血迹 经检定 与麦肯罗的DNA相符 这么说来 麦肯罗确实去过现场 可他的不在场证明是如此完美 一个人 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于是小黑再次化验了血迹 在其中 发现了储存血浆用的防腐剂 新鲜的血液里 是不会有防腐剂的 于是警方怀疑 那些血迹 会不会是真凶的栽赃陷害 麦肯罗如今被凶暗 烦得焦头烂额 为什么现场会有他的血 麦肯罗仔细回忆 他在两个月前 参加了一场献血活动 当时为他抽血的医生 叫做山姆 山姆是注册的抽血师 经常会帮一些名人抽血 丹尼在刑事情报中心 查了山姆的名字 原来警方早就盯上他了 因为这个山姆 用化名在黑市上 注册了一个购物网站 高价出售名人的血液 其中麦肯罗的血浆 售价100美金一小瓶 于是警方怀疑 凶手带着血浆钥匙串 四打中 玻璃瓶破了 麦肯罗的血 才滴到了地上 所以他们要找的 是一个长相 酷似麦肯罗的超级粉丝 于是他们找到了 抽血的医师山姆 山姆说自己就是一个创业青年 只不过创业的手段 超前了一些罢了 这也有错嘛 山姆提供了麦肯罗 投号粉丝的邮箱地址 但你在邮箱上提取到了指纹 与案发现场的指纹吻合 四身范们有个APP 叫纽约狗仔世界 里面记录着明星们的出行记录 就在刚刚 有人看到麦肯罗正在干洗衣服 而真正的麦肯罗正在家里 更别说他压根不需要亲自洗衣服 事不宜迟 斯大拉和丹尼寻着APP里的地址 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麦肯罗 原来他叫做吉米 吉米的牙齿恰好缺了一块 他就是一死者缠斗的凶手 吉米说 因为自己长得像麦肯罗 所以常常会被粉丝们错证 起初他还会解释 可那些粉丝们又是送礼物 又是陪睡的 久而久之 吉米就沉浸在虚假的明星光环里 无法自拔 于是他成了麦肯罗的头号粉丝 买他的雪浆 模仿他的签名 甚至通过微诊 让自己和麦肯罗长得一模一样 望着审讯室里着烈的模仿者 真正的麦肯罗气疯了 那把粉丝是瞎了吗 李贵和李鬼都分不出来 案发当晚 吉米往套套机里投了硬币 想要买个套套 给死者的未婚妻当回礼 不想死者冲了进来 他听不清任何解释 二话不说就揍了吉米 吉米不过是反击罢了 哪知道禁止大了 死者有错在先 吉米算得上防卫过当 本来只要主动自首 就没多大事 可他把自己当成了麦肯罗 为了维护麦肯罗的名声 他选择逃离现场 这货入戏太深 傻得很天真 明星有专业的公关团队和律师团队 他可没有 不要怀疑 这集不管是李逵还是李鬼 都是由著名前网球明星 约翰·麦肯罗本人饰演 他曾获得过四次全国单打冠军 三次温布尔登锦标赛冠军 因为脾气超烂 麦肯罗也被称为网球史上最臭名昭著 也是最受欢迎的球员 退役之后 麦肯罗就开始以玩票性质进军影视权 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本色出演 最近几年 他都在英剧《好想做一次》中客串 为他抽血的一身山姆 由1981年出生的男星 尼尔·布莱德森饰演 他是丑女贝蒂中第四季出场的泰勒 高宝气震中的康诺利上尉 还是《无耻之徒》第九季中 面试白人特权的马克思惠德福德 案件了结 说完了父亲 我们继续来看主线剧情 在上集中 麦肃抓住了连环杀手多布森 目想这个神经并为了陷害麦肃 居然从20层高的楼上一跃而下 当场死亡 因为证据不足 检察官没有起诉麦肃 但这些案子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于是为了向民众交代 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局长居然下令 对麦肃展开了内部调查 在法庭上 麦肃被刻画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执法者 他不顾多布森的苦苦哀求 依然恶狠狠地将他从轮上扔了下去 要知道 多布森可是一个连续虐杀了几名女性的大变态 空方自己也是个女人 不相信一个记录优秀的警察 反去共情一个连环杀手 也是挺让人迷惑的 麦肃是出了名的随心所欲 他奉而离场 他才懒得陪这些圣母神经兵一起疯呢 麦肃依然记得多布森跳楼前的那句话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按照正常程序 麦肃一点事都没有 可麦肃知道 局长准备参加市议员的竞选 为了拉到更多的选票 打造铁面无死的正面形象 他这是铁了心 要毁了麦肃的事业 让他当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在各种案项操作之下 麦肃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 局长先是埋态了一顿麦肃 随后对着实事物的弗拉克一阵猛夸 很显然 他只是想拉拢弗拉克 扶持一个新的队长上位 紧接着 弗拉克上庭 讲起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几年前 弗拉克手底下有个黑警 死吞了收缴来的毒品 在第三集第八集中 麦肃亲手将这个黑警进来归案 因为黑警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 他侦办过的所有案件 都将被重启调查 很多亲手找到的证据都不能再用了 于是很多大恶棍借此机会 找了最好的律师成功犯案 连换杀手多布森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黑警的关系 多布森端了五年大牢之后 又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可这伙出于仅仅三者 又固态附盟 重新干起了虐杀女人的行当 对于这件事情 弗拉克对麦肃还是有怨气的 因为他早就料到会有什么后果 因此当初也劝麦肃网开一面 要不是麦肃坚持将黑警绳制以法 也就没有后来多布森这档子烂事 但弗拉克相信麦肃是无辜的 他坚信多布森是自己跳下去的 铁面无私 不屈言覆试 不懂得玩弄政治 让麦肃在这个位置上寸步难行 稍微遇到点麻烦 就会被局长拿来大做文章 好在他的人品过硬 手下们除了专业 一个比一个忠心 接下来上庭的是丹妮 他相信麦肃没有做过 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 不想空方拿出了多布森的试检报告 多布森鼻鼓断裂 肋鼓骨折 全身多出磋伤 这些都是多布森拘捕时被麦肃打的 可空方却认为 多布森的尸体上明明带着手铐 麦肃有公报私仇 对着多布森动用私刑的嫌疑 丹妮悲弃得无话可说 总不能当庭打女人吧 接下来是斯戴拉 当时麦肃在地下室 发现了一个被折磨的 遍体鳞伤的女受害人 于是她很愤怒地离开了现场 一个人跑去找多布森算账 在空方的逼问下 斯戴拉只能承认 麦肃私自行动 确实违反了部门守则 随着庭审的继续 眼下的情况对麦肃越来越不利 局长对着媒体慷慷而谈 接着打击麦肃 迎来了民众的好感 手下们为麦肃铭不平 身为女友的佩顿也心疼她 麦肃甚至开始反省 她当初坚持要抓黑警的行为 是否错了 巧的是 黑警也在狱中看到了行文 她给麦肃打了个电话 想要见她 于是在佩顿的鼓励下 麦肃来到了监狱 本以为黑警 会对如今麻烦身陷的麦肃幸灾乐祸 没想到她反而很感谢麦肃 阻止自己进一步泥足身陷 她知道麦肃很难打得过那些伪君子 于是劝她以毒攻毒 局长身边有个狗腿子 督察长杰拉德 黑警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多布森五年前 第一次入狱的时候 杰拉德曾犯过一次致命的错误 证据如今仍然保存在证务室里 于是麦肃拿着黑警提供的单号 来到了证务室 他在当年的证务箱里 发现了一根皮带 在上面提取到了狗腿子杰拉德的指纹 当指纹结果匹配的那一刻 麦肃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带着证务来到了局长的办公室 告诉杰拉德 老子要拉着你一起死 原来五年前 是杰拉德为多布森安排的求是 当年的杰拉德还只是个小队长 而局长是主办警官 杰拉德将多布森关起来之后 忘记取责多布森的皮带 于是多布森趁着四下无人 尝试用那根皮带上吊 这个连环杀手 宁愿死都不愿坐牢 幸亏杰拉德发现及时 解开了皮带 杰拉德没有看惯好犯人 而局长包庇了他 这要是不小心透露给了媒体 两个人的事业可都完蛋了 当年这是这个黑警 替他们俩掩盖的错误 如今黑警又将证物送给了麦树 不过呢 麦树很好说话的 只要撤下了对他的内部调查 这事情也就过去了 麦树离开前的嫌美一笑 让局长和狗腿子坐立难安 最后的最后 局长不得不向媒体澄清了针对麦树的所有指控 谁说麦树不会婉转政治 雨过天晴 我麦树从不屈服 本集故事 倒子结束 大家有没有发现 局长的扮演者很面熟 他是1957年出生的男星 曼克尔·台威廉逊 1994年 他在阿甘正传中饰演新兵巴布 也是阿甘在越南战场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巴布只是一个想补下的普通人 却被拉去了一场不知所谓的战争 巴布阵亡之后 阿甘用所有积蓄买了补下船 一个人坚守着对巴布的承诺 有意思的是 当时巴布和阿甘 被一起分配到了单中尉的联队里面 而如今 巴布却摇身一变 成了单中尉的领导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纽约警局全副武装 冲进了制度工厂 接下来便是心弦刺激的啪啪啪 哒哒哒哒 又是爆炸 又是枪炸 经费在燃烧 弗拉克与大毒贩狭路相逢 双方谁都不愿让步 弗拉克在人胸前轰了个大洞 就连卖术都夸奖他 临危不乱 枪法不错 原来这是纽约警局 与嫉妒局的联合行动 工厂里有一辆大卡车 弗拉克拉开前座的空调盖 这具尸体是制度工厂的老板 看来有人抢先一步干掉了老板 接手了他的工厂 这次嫉妒行动 警方一共缴获了900公斤可卡因 市场价值至少2000多万美金 堪称纽约史上最大的嫉妒行动 至于塞车里的大毒硝嘉文 他早在警方突击前 就已经被bubub了 一颗.50的子弹贯穿他的胸口 这个生命狼藉的大毒硝 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工厂 毒品 手下 还有他的姓名 清晨的闹钟吵醒了丹妮和林赛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丹妮的身材不行啊 没有肌肉 为了让林赛多睡一会儿 丹妮主动替了林赛的早班 这边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 那边的单身狗已经开始工作了 小黑将现场搅和来的武器放入仪器 在枪身上提取到的两组指纹 但是数据库中都没有匹配记录 麦树已经亲自护送900公斤的可卡因 来到了实验室 接下来 见证科将对这批货物进行清点和车样检测 他派亚当和林赛去案发的仓库进行善后工作 因为丹妮想让林赛多睡一会儿 所以善后的工作就只能由他代劳了 佩顿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 原来恋爱的这一年来 麦树都没有给自己休过假 于是佩顿自作主张 订了两张去英国的机票 他想和麦树来一次小小的度假 麦树也犹豫 他可是个工作狂啊 可爱上班了 就在此时 麦树闻到一针瓦斯的味道 难道是瓦斯泄漏了 整座大楼警铭大座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安全疏散 只剩斯戴拉和麦树留在实验室里排查隐患 桌上的酒精灯还在燃烧 若是真的煤气泄漏 这该爆炸才对 于是麦树对空气进行取样检测 发现这刺激性的味道只是球机已纯 这东西闻上去 跟瓦斯里加入的气体很相似 那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在警局里释放了这种物质 与此同时 T班的丹尼来到了毒贩的仓库 先前麦树还抱怨 说亚当已经独自在仓库里工作了六个小时 可这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啊 丹尼的心中 隐隐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亚当的工具箱明明还在 就在此时 原来仓库早就被折返回来的毒贩们占领了 亚当和两个巡警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现在就连丹尼也成了人质 丹尼悄悄掏出手机 试图向外界求救 互相被毒贩发现了 对方一脚踩烂了他的手指 丹尼倒在地上痛苦地嚎叫 他不知道这些毒贩为什么要劫持自己 因为900公斤的毒品早就被转移到了警局 不多久 天然气公司的员工也赶到了警局 四个员工带上工具 大摇大摆进到大楼 大楼的信号似乎被切断了 麦树和斯戴拉无法与外界联系 麦树恍然大悟 有人制造假的煤气泄漏 或使大家撤离 实验室也没有啥可偷的 只有保险库里的900公斤可卡因 值得他们铤而走险 如今大楼里救他们两个 他们又无法向外界通风报信 丹妮和亚当两个伤病员 在仓库里抱团取暖 亚当展示了手心的烫伤 原来毒贩们不停用烟头烫他 逼他说出了那批毒品的下落 还有实验室的密码 为了保密 亚当别无选择 不多久 那几个冒充燃气公司的武装人员 就大摇大摆走进了实验室 有了亚当的门禁卡 他们畅通无阻 麦树悄悄观察到 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而他们鞋底的铁线 正是来自今早的仓库 这些人就是奔着毒品而来 与此同时 后知后觉的小黑 刚刚才清点完毒品 由于戴着面具 他压根没有察觉到 实验室里的瓦斯味道 假冒的燃气员工 劝他尽快撤离 就在此时 小黑注意到了员工手上的纹身 他不动声色 离开了实验室 转身来到了验尸房 嗯 这纹身与毒贩尸体上的一模一样 工作人员全部聚集在楼下 配端到处找不到卖书 焦急万分 可假冒的燃气员工堵着大门 出于安全考虑 黑盾也不能贸然闯进去 武装人员 已经洗劫了警局的武器库 这可是穿假弹啊 用他打穿保险库 就如同小刀切黄油 自滑无形 卖书必须要阻止他们才行 另一边 丹尼忍着剧痛 用力矫正了脱臼的手指 把一旁的亚当 都震进了斯巴达了 亚当的工具箱就在不远处 里面有一瓶浓硫酸 于是丹尼决定 由他吸引毒贩的注意力 亚当去偷硫酸 亚当就一玩试管的 他很害怕 丹尼劝他别像个小萝莉似的 毒贩要留他们两个当人质 要杀早杀了 说吧 丹尼就一头冲了出去 结果可想而知 丹尼再次被揍了个鼻青脸肿 丹尼是真的头铁 竟他是条汉子 亚当也不负众望 偷来了硫酸 两个毒贩打着打着 就接到了实验室发来的鼓励 他们强迫丹尼给弗拉克打了通电话 告知了自己被绑架的消息 先不说绑匪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斯大拉和麦叔现在才是最危险的 由于彻底匆忙 他们俩谁都没有带枪 现在出去 铁定被打成筛子 就在此时 身后的电脑突然亮了起来 原来是小黑 他正利用内部网 向所有电脑发送求救信息 于是麦叔借着电脑 和小黑你来我网交流着情报 于是打字的声音太大 终是惊扰了毒贩 好在麦叔溜得快 等长发男走进实验室 只见到了一把转动的椅子 长发男当即通知手下们 这里还有其他人 他们装填好弹药 一场新的狩猎游戏已经开始 麦叔带着斯大拉到处找出口 与三个毒贩狭路相逢 他们扛起威冲 对着实验室就是哒哒哒哒哒 实验室本就精锐吃紧 还这么搞破坏 翻枪的钱哪来啊 没有武器 麦叔和斯大拉挽着带宰的羔羊 就在此时 门动了 长发男反应过激了 人没找着 还干死了一个同事 这波血亏啊 麦叔就躲在桌子底下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此地不宜久留 长发男必须要抓紧时间 去保险库里运走毒品 与此同时 弗拉克正带领所有警力 往丹尼所在的仓库赶去 警方已经将仓库重重包围 仓库里的两个毒贩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这是长发男的吊鼓离山之计 将所有的警力都吸引去仓库 他们就安全了 毒贩们正在用装甲蛋击穿保险库 麦叔和戴姐配合无间 抓住了一名落单的毒贩 他试图从毒贩的口中 一问出领头人的名字 可他们是一群忠心耿耿的死士 嘴巴紧得要命 既然问不出什么 麦叔只能在刚才被击毙的毒贩身上 写上了一行小字 挖出子弹 然后将尸体扔进了电梯里 电梯落在了小黑那层 他想都没想 就把血淋淋的尸体拖了出去 多年的团队合作 早就让他们之间 培养出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画面转到仓库 弗拉克启动了热成像仪 里面一共有两个绑匪和四个人质 绑匪开始跟弗拉克谈条件 他们要钱 要毒品 还要警方释放今早逮捕的同伙 如此苛刻的要求 你让警方怎么答应 实际上他们只是拖延时间罢了 画面转到实验室 俗话说得好 学好梳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麦树和斯带拉将人质绑了起来 利用清洗罐 制作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 还在周围布置了红外线感应器 只要有人试图救它 就会触碰到红外线 然后 砰弹很大 你忍一下 与此同时 厌尸房里的小黑 也给尸体做了个手术 PO出了他体内的子弹 这颗子弹来自尾手的长发男 就在此时 有个毒贩寻着血迹来到了厌尸房 小黑望着门外闪过的人影 只能抓紧时间躲了起来 毒贩望着解剖台上的尸体 好奇地掀开了床单 我堵你的枪没有我的开炉具款 小黑可是玩转开炉具的专家啊 这个毒贩带着亚当的门禁卡 你们究竟是把某某的亚当怎么辣 小黑气不打一出来 他直接把毒贩关进了冰库 冻死你压得活该儿 麦叔 斯大拉和小黑 三个人在走道里神奇的会合了 大姐提取了电梯上的指纹 小黑则拿出了长发男的子弹 进比队 这颗子弹与半年前 枪杀麦叔好友的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当时好友正在调查 前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 原来他们不是毒贩 而是纯纯的恐怖分子 保险库的大门已经被击垮 长发男正带着手下们将900公斤毒品装车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长发男和手下们换上了消防服 打算一会冒充消防员混出去 做完这一切 长发男用打火机触发了火警警报 要让他们带走900公斤的可卡因 麦叔金和还怎么在警戒立足 更何况这几个人都站他脑门上拉屎了 后门是他们离开的唯一途径 外面一定有车接应 斯大拉心一横 从通风格爬进了楼下的电梯里 一边开枪 一边带走了他们 还未来得及转移的一半毒品 长发男一看情况不妙 只能打电话通知远在仓库的手下 抓紧时间撤离 收到命令的绑匪 抓来了两个布置前的小巡警 用胶带封住了他们的嘴 给他们套上了自己的衣服 把武器绑在了他们的手上 这样当警方冲进来 这俩巡警就会成为他们的替死鬼 手下们都各忙各的 只剩长发男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打包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麦树正在悄然靠近 距离他杀了毒小老大 登记为王 仅仅过去了不到24个小时 长发男好歹是个恐怖分子的头目 他怎么可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两个人一路打一路逃 与此同时 小黑已经先一步赶到了地下车库 这里果然停着两辆毒贩的车子 为了不让他们带走毒品 小黑集中生智 开车堵住了后门 三个毒贩死得出不去 只能无奈原路返回 画面转到仓库 由于说一啊 这绑匪换上了警罚挺好看的 由于警方迟迟没有撤退 抓狂的绑匪决定先杀个警察祭天 不想暴怒的丹尼 破了他一脸的硫酸 好可惜啊 这么好看的脸 以后只能做直皮了 丹尼夺枪 将两名劫匪一网打尽 守在外面的弗拉克等不及了 当即带人冲进了仓库 好在最后一刻 亚当阻止了对方开枪 眼前的两名劫匪 不过是被强迫 换上了敌军衣服的自己人 丹尼得救了 可把林赛担心坏了 幸好丹尼今早踢了林赛的板 只要割林赛 怕是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望见绑匪的球技已纯气怪 弗拉克才后知后觉 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际了 于是弗拉克当即掉头赶往警局 恰好遇到了逃出身天的小黑 小黑全程MVP 不但困住了毒贩 还难让乌央跑出来通风报信 有了他的情报 弗拉克当即带人 将准备逃亡的三个毒贩 全部一网打尽 就这样 所有毒贩死得死 抓得抓 还是一个领头的长发男 被困在了实验室里 永远不要得罪 当过特种病的科学家 麦树悄无声息 绕到了长发男的身后 就在他准备搞偷袭的时候 手机突然有了信号 佩顿着急地给麦树打去了电话 黑顿这通电话差点丧了 不过麦树的战斗力很强 再加上主角光环的加持 长发男不是他的对手 前面就是红外线感应器 也是麦树先前设置好的炸弹 长发男只顾着抢枪 压根不知道那是个陷阱 一身爆炸之后 长发男当场杜劫失败 麦树如同浴火重生的英雄 一个人坦然走出了大楼 这气场比隔壁的逼王河 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麦树现在只想给自己放个长假 和佩顿一起去伦敦 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刚才可拼了老命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到此 CSI纽约第三季结束 基摩尔整大活是CSI系列的惯例 让我意外的是 这期的质量出奇的高 也是整个第三季评分最高的一季 有惊险刺激的动作系 浪漫的爱情戏 还混合了一丢丢黑色的幽默 老法医戴了一顶很可爱的帽子 麦树给隔壁的和叔表现了一把 把颈椎挺直了 一样也是可以当硬汉的 整个故事的设定 包括在尸体上写字 并通过电梯送尸体的情节 都制行了1988年上映的动作电影 虎胆龙威 实验绑匪长发男的演员 叫做山布罗利 最知名的角色 便是黑夜传说中的贵族吸血鬼 克莱文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CSI纽约第四集 我们不见不散